你 你支持霸队沐家出手 传出去外人会怎么看咱们 谁还敢和咱们合作 这年头 本来就是人吃人 姓沐的这些年不行了 国该被咱们给吞漏 可是 你在担心沐尘峰那废物 放心 他以后永远都不会出现在咱们面前 因为他已经死了 你杀了他 谁叫他老打你主意 一个私生子而已 死了就死了 只要沐家脑子没什么问题 就不敢和咱们彻底闹掰 爸已经决定和王家联姻 到时候 你就是王家的儿媳妇 我 不想嫁 姐 你先得摆正自个儿身份 这里是 没想到我到蓝星了 这副身体的原主人 也叫沐尘峰这个名字 我原本是仙界万年难遇的天才 枯足千年 就修行到先帝境 然后我再到这基地 领悟到了倒体原流 让我可以冲击更高境界 没想到 走入消息 被三个先帝偷袭 强行索要倒体原流 虽然我灭杀两个先帝 但还是神死倒下 侥幸只有一缕元神逃走 早听说蓝星法则缺失 灵起稀薄 没想到遭到这种程度 这种情况 我最多只能恢复到 聚弃五层的实力 既然得到了你的身体 我也继承了你的因果 你的仇我会报 你的家族我也会庇佑 等结束这因果 我再杀回新界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沐家人 南星虽然没什么修行者 但是这样一幅风景 也挺有意思 我当然知道 你是沐家的小姑娘 大半夜的 一个人在外面 是不是在找哥哥我 放开我 我要去找少爷 少爷 你说的是那个私生子 小姑娘怎么这么水利 来来来 让哥哥帮你检查身体 想干什么 想干什么 当然是干男人都爱干的事 几个烂人欺负一个小姑娘 还挺像你们干得出来的烂事 让家人办事 不想干的人滚 他大半夜出门找我 你们打他主意 不问问我的意见 你这废物 怎么提你你就出现 少爷 终于找到你了 打扰我兴趣 那废了 扔远点 怪就怪你 自个儿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我劝你最好别动手 不然待会儿会发生什么 我可不知道 你们一群恋恋的 跟我一个修心的叫什么 你刚才说要废了我 我躺的是正伟 你就是个私生子 我知道你是姓正 对我真的 吓死了吧 现在没事了 我以为就要被他欺负了 心天到底 这姑娘是个修道的好苗子 好好调教调教 未来肯定能成就新敌 没事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我先送你回家 可是 家主还等着二爷回去 先不管那老头 咱回家 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牧尘锋 我要你生不如死 哥 我被人欺负了 牧尘锋这孙子下手老狠了 老黑了 哥 他打我 等于再打你的脸啊 要是传出去 让你的脸往哪放 什么 你被牧尘锋揍了 他在哪了 天二话五 是吧 就这样 挂了 我用的东西 什么事都办不好 没个轻重 不要滚 马上叫人 跟我去天二话府办事 妈 我回来了 你看谁来了 少爷来了 我给少爷泡茶 路上碰到雨林 就一起过来坐坐 泡茶的是我自己来 你现在是病人 还是得先好好休息 让你费心了 人还在上面 一直没动静 所有人都不准留守 出了事我担着 走 穆大少 你也在这儿 谁给你的这么大胆子 给你半分钟 带上你的狗滚出去 穆大少刚说什么 我没听清 麻烦再说一 小林 外面怎么这么闹 你进去陪着阿姨 不管听到什么声音 都不要出来 你小心些 给了你们机会 既然都不想死 那就留下来喝茶吧 我弄死他 哥 您喝茶 你坐下 我抬头说话 脖子不舒服 好嘞 谢谢哥 说吧 这事你想怎么收成 三十万 让哥您啊 消消气 两百万 哥 会不会太多了 你们这么多人吓着我 什么时候到账 你什么时候回去 没有东西 还不赶紧去办 哥 稍等 等会儿就到这 我还是喜欢你刚才 桀骜不驯的样子 我脖子不舒服 来给我捏捏 好嘞 力道合适吗 速度挺快 你走吧 不过还有下次 就不止这点钱了 是是是 以后一定不敢再得罪哥 小弟 我先走了啊 正常 这个废物 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呢 正常 要不要再叫些兄弟过来 要不是你们没有 我能丢这么大脸 回去了 慢慢收拾你们 正北大半夜出去一趟 怎么回来就变成那副样子 小少爷和别人起了冲突 吃了点亏 赔了两百万才算善了 这会儿 家主正在训斥少爷呢 我这老弟平时自负惯了 吃些亏也是对他好 吴小帆的行程 打听清楚了 吴小帆是燕北吴家的掌上明珠 和他处好关系 以后对正家 百利无遗憾 吴小姐明早八点到渝州 三天后才回燕北 她第一站去牙洞 知道了 安排一场偶遇吧 好好休息 最近都不会有人来骚扰我们了 我保证 别走 我害怕 有些睡不着 那等你睡着了 我再走 骗人是小狗 哈哈 我要是骗你 我就是小狗 没想到第一天就发生这么多事 听说牙洞有人卖古董 明天去看看吧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对恢复修为有用的方式 诚说 你尝尝 可好吃了 我的职责是保护好小姐 就不吃了 吃我一个人玩 多没意思 我去那边看看 这么巧 没想到会在渝州碰到吴小姐 你谁啊 我认识你 三年前在燕北 我见过吴小姐一面 吴小姐来渝州 正巧我也有空 要不带你逛逛牙洞 也成 有个本地人坐下的 我也省事 诚说 就让他跟着好了 是 小姐 这些东西大多都是旧物 但也都是繁品 对我没什么用 这块玉佩应该有上千年了 并且玉佩中含蕴含的灵气 十分充沛 老板 这玉佩怎么卖 小伙子 眼神真好 这可是西州的 好几千年呐 要是成心要 五百万 西州 我看是上周 五百块我拿走 成交 哎 小兄弟请留步 怎么 抢买不成 准备抢抢了 小兄弟 我出五十万 来 这个玉佩 亏死了 我亏死了 五百块的玉佩 转手就卖五十万 哎呦喂 这年轻人赚大了 哦 我不慢 那小兄弟今天 就走不了了 玉琳 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 嗯 你一定要小心 看来 你还是想用场的 小兄弟 你要明白一件事情 有些人 这辈子都得罪不起 这世道 就是这样残酷 哎 好可怕的气势 这年轻人 看来有遭殃了 哦 你说的没错 但很明显 我不是你能得罪的人 你是什么人 啊 成叔是宗师静高手 竟然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什么来历 我家家主的私生子 沐尘峰 私生子吗 哼 有点意思 小兄弟 少年英杰 你不愿意让出这玉佩 那我也就不强求了 少爷 我刚跟你分开 就被人强行带回 牧家山庄了 臭人 还敢打电话 这声音 木雷 我师承正一派 家师正是玄丰道人 小兄弟年纪轻轻 就有一身本事 敢问师承哪位高人呢 没空离 再烦我 死 让一瞬间 我感受到了死亡的灵性 长叔 你去开车 我发现了件很好玩的事情 小车 我送你 你为什么帮我 我乐意 你管得着吗 木尘峰 你别想给我捣乱 开车过来 去牧家山庄 木尘峰 等吴小姐回雁北后 我再慢慢找你算账 大叔 怎么练的 身体这么棒 别碰我 大叔还挺高冷 少爷说了 现在还不让你回山庄 丞叔 他这一脚 可比你厉害 小姐 我老了 比不上现在的年轻人了 现在家族什么情况 你心里没数吗 谁给你的胆子 得罪正北 你想害死木家 小少爷 我错了 小少爷 你忘了在木家 只能有一个少爷 我打死你 他是我的人 你动他一根手指头试试 弟弟 野种 你以为你是谁 在木家 我想打他 不打谁 你打他一巴掌 我费你一条胳膊 很公平 施主 施主 他是你弟弟 你还下这么周子走 没你 他的东西 把他逐出木家 外面学了几手三脚猫功夫 就敢在神庄里放肆 我 还没死 我看你是长辈 不想和你动手 少爷天宝粉碎性骨折 会留下后遗症 海公 打死这个野种 海公是半部宗师高手 陈锋啊 母陈锋 你死定了 真疼 回下 手架吧 你也配让我 跪下 沐家 沐家谁说了算 吴太公 劝你别对他出事 你是谁 一个外人 也敢来管沐家的家事 我姓程 燕北 吴家人 他可是龙国宗师榜四十三名 怎么会来沐家 那 这位是吴小姐 各位叔叔婶婶好 我来说几句公道话吧 吴小姐想说啥说啥 不用介意 吴小姐来了 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快准备贵宾厅 吴小帆这种超级千金 怎么来往这儿了 如果把他追到手 下一人家主 非我莫主 沐尘风在沐家没有名分 他殴打未来家主又对长辈不尽 这种人在吴家早死了 吴小姐说得对 这野主就该死 不过他好歹有沐家血脉 直接杀了 太不惊人情 所以我建议逐出沐家吧 你听见了 我不杀你 跪下 受加法 之后 你和沐家再也没有半点关系 你可以试着让我跪下 好好好 我看看你的野路子 究竟有多少分量 我劝你真别动手 除非你嫌命长 小兄弟可是宗师高手 我也不是他对手 怎么可能 他只是个野种 是不是哪里误会了 笑死我了 一群笨蛋 把自家年轻宗师 亲手逐出家族 沐尘风 我诚恳邀请你来吴家 放心 吴家可不像这些家伙那样 是个瞎子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吴小姐 有些不合适吧 他现在和沐家有关系吗 本小姐干什么 关你什么事 你只要点头 吴家能给你想象不到的资源和支持 保证你在五年内 成为龙国宗师榜前三的高手 对不起 没进去 沈风啊 你是好孩子 刚才你和家族有些误会 我代表家族向你道歉 今天的事情 我可以既往不救 不过我的一切 以后谁都不准干涉 包括你在 绝对没问题 我宣布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下一任 沐家家 没兴趣 我拒绝 不过不是因为继承了原主的英国 我们这些人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 咱俩处退相吧 现在没空 忙完再说 好嘞 成叔 咱们去门口等 我 到底 错过了什么 你也是个有勇无助的大笨蛋 咱们沐家有福了 沈风啊 好好和吴小姐相处 你们年轻人的事 家族绝不干涉 能和吴家结成亲家 沐家绝对能一飞冲天 我一直都看沈风这孩子顺眼 他小时候我就知道 肯定有出息 沐沈风 我什么时候允许你们干涉我的事 我也是为了你好吧 为我好 如果你的不要脸也是为我好 情愿不要 我最后警告一次 再干涉我的事 别怪我不讲情面 吴小帆对沐尘风很感兴趣 如果能通过他认识吴小帆 对郑家也有好处 沐尘风 我们聊聊 没空 我也没兴趣 郑吉 我喜欢你 我们处对象吧 没兴趣 郑吉 最近出了新电影 我们去看吧 我的行程满了 没空 沐尘风 你变了 少爷 你以前是很喜欢郑小姐的 她就是个可怜女人 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 咱还是和她少有牵扯 免得被雷劈了都得连累你 我不懂 你不懂最好 现在 再有空考虑咱俩的事了吧 少爷 吴小姐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我认为你可以答应她 我也不是很差 仔细考虑考虑 我认为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你可真是个冷漠的小男人 不过你越这样 我越对你感兴趣 你是雁北无家的独生女 没必要在我身上费功夫吧 只要你勾勾手指 还缺男人 哎呀 看来哥哥的态度很认真啊 没关系 我还有机会的 你想干嘛 把手机给我 叫你明信号啊 手机号码我存好了 哥哥 随时帮你联系我啊 沐尘风 你给我站住 玉玲 你去门口等我 该死的野种 该死的沐尘风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攻势运 得到吴小姐的青睐 吴小姐 请留步 有事 吴小姐来郑家山庄 干脆多住几天再走吧 没兴趣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和那个野种的话 我都听见了 请吴小姐答应我的追求 野种 野种来路不正 不像我 你是沐家真正的正统继承人 野种和吴小姐在一起 只会丢了吴小姐的脸面 丢了你们吴家的脸面 所以 你自认为配得上我 我 我对吴小姐 你骗真心 成书 把他另外一个肩膀也废了 是 小姐 不要啊 求你了 吴小姐 你夺走了我的一切 你敢死 我管什么办法 你必须给我死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打我的主意 沐家人 还真都是些有野无猪的蠢货 爸 今天我不回燕北了 我在渝州找到了你未来女婿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那是以前 老活在过去 就注定会失败 陆陈锋 你什么意思 不管什么意思 和你有关系 我在渝州碰到了他 你以前口口声声说爱我 现在就这样对我 那是以前 不是现在 有什么话就说 不然我就走吧 给我站住 帮我约吴小姐出来 她怎么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帮我约出吴小姐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请我吃饭看电影逛街 当然 只有一天时间 出去旅游之类的过分要求 就不用提了 沐尘峰啊沐尘峰 我就不幸你能抵挡得住这个诱惑 哦 没兴趣 沐尘峰 你几个意思 一千万 我就帮你约他 否则免谈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可以拒绝我 反正对我也没什么损失 不过这一千万 买一个和吴家结交的机会 我认为你们 你确定要一千万 而不是请我吃顿饭 我希望你只是脑子傻了 而不是耳垢聋了 前半个小时内到账 今晚我要知道结果 谢谢郑总的一千万 沐尘峰 你这么做千万别后悔 爸 小北有手好心老惹事 凭什么让他做轮值董事 你以后要嫁人 嫁人后就不是正嫁人了 就因为这个 无论我付出多少努力 都得不到您的认可 出去 我会向您证明 这是您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 无论有什么办法 我都要得到吴家的帮助 哥哥 这里这里 你怎么还没走 不是要等哥哥吗 这儿这么偏 你肯定不好打车 快上车 咱回城里 哥哥 就真不考虑一下咱俩啊 吴小姐请自重 我不是随便的人 我更想哥哥随便起来 不是人 正奇让你帮他约我吧 你怎么知道 你以为谁都像吴家这么开明 什么家族传承啊 传男不传女啊 都什么年代了 无论是谁 天剑是人心里的一座大山 会蒙蔽人的心智 最后陷入泥潭 不可自拔 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了吧 心疼哥哥 要不 我请你吧 嫁给我后 整个吴家都交给你掌管 咱家给你撑着 谁敢惹你 谁不高兴 别闹大哥 咱是朋友 就算我答应你 你们吴家就真愿意让我掌管 谁敢反对一个试试 我会让他后悔一辈子 以后这种话就不要再说了 终究 我还是沐家人 哥哥性子真温和 我越来越喜欢哥哥了 别扯有的没的 我收了人家的钱 答不答应 给个准话 我可以答应和他明天吃顿饭 但是 你想怎么感谢我 哥哥的身子可真结实 你想干嘛 我卖一不卖身 谁缠你身子了 一会儿陪我逛街去 我要你一身力气 你不缠我身子我就不去 木辰锋 以为自己有点本事 就敢夺走我的一切 自为星会出手 木辰锋你死定了 小帆来渔州 我要不要让人和他安排一场偶遇 小帆 这么巧 在渔州也碰到你了 我们一定是前世的缘分 小虎 我答应做你的女朋友 查到吴小姐的消息了 吴小姐今天在沐家山庄 和一个男人有些亲密 现在他们在商场逛街 谁这么不长眼 我小虎的女人都敢碰 会长 是沐家沐尘锋 就在刚才 有人发来订单 一千万买沐尘锋的命 这么巧 谁的订单 沐尘锋的弟弟 木雷 兽足相残 有点意思 给他回话 这个单子飞行会接了 货得加钱 哥哥 你走快点 追上我了 赏你一口奶茶 我说大哥 您老爷不看看 买了多少东西 我不管 这么快就一盯上 怎么了 别说话 我们被人跟踪了 不愧是会长 特别关照的人 果然警惕 不过 你逃得掉吗 我们甩掉他们了吧 吴小姐 今天我们的目标 是沐尘锋 你自己走 我们不为难你 飞行会 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 逗我朋友 让小虎来见我 咱干的就是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的活 有人花钱要买 沐尘锋的命 吴小姐 不要太为难我了 今天敢动他 吴甲 必不计代价的报复 飞行会 小凡 有必要为了一个野男人 把咱们搞得这么身份吗 什么你们我们 我俩只是在 爷爷要会上 认识的陌生人 看来真的是蠢货太多 什么阿猫阿狗 也敢放话要我的命 吴小姐 你先走吧 我帮你还不领情 飞行会不是沐尘锋 能招惹得起的存在 小凡 你为什么要奖励他 我也要 我也要 世上能杀我的人 还没出声 哟 好大的口气 让我来好好瞧瞧 你的拳头 是不是和你的嘴巴 一样硬 性子暴躁 根基火候欠缺 遇到真正的高手 你必死无疑 我只摔你一个狗吃屎 便宜你了 沐尘锋 你招死 师弟 你再出手 师叔会生气了 成小子说 渝州出了个年轻宗师 也不知是真是假 这年头 哪儿那么多宗师 师职的飞行会 和他碰上了 师弟你再担心吧 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我担心这小兔崽子闯祸呀 师弟不让弟子 给他打电话了吗 我让成小子也去了 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不说他了 这些日子 师弟对灵溪之日 又有了新的领悟 说来也巧 师兄我人都二脉 打通了八成 再过些时间 就能踏足先天聚气 少废话 上号上号 搜罗 父子局 师弟腰战 做师兄的 怎么能不应战 不过这次师弟 可不能输得哭鼻子哦 你个老六 蹲草足硬我 哈哈哈哈 师弟你不懂 这叫一时 掌门和师爷干嘛这么激动 刚气都出来了 前几天师爷玩游戏 输给了掌门后 心态崩了 还是快走吧 免得师叔又输了 把咱拙去撒泄 小姐 我们走吧 可是他 师父和师叔 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哈哈哈哈 他算什么东西 师父和师叔 会为他操心 你可别逗我了 师兄 喂 小师弟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行 我知道 师父和师叔的意思了 木兄弟 全是误会 咱也算 不打不相识 今晚 地上人间 我买单 给兄弟赔罪 赔罪就不用了 告诉我谁指使你们的 这事就一笔勾销 喂 穆尘峰 你别太过分了 飞行会 绝对不会出卖客户信息 再给你一个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倒体原流可借用 天地万物之力 蓝星法在缺失 做到这一步 一定算起先 是你弟弟 木雷花钱 请我们做掉你 钢器外放 操控这么炉火传青 把娘胎离开实炼 也不可能啊 一毛钱买个消息 我也不坏了 飞行会的规矩 咱们少家主 怎么想着回来了 我记得你答应过我 不能干涉我的事情 纵容木雷 找飞行会 找我麻烦 说吧 这事想怎么解决 谁给他这么大狗胆 马上叫他给我滚过来 是 太公 哟 在这给我演戏呢 放心 这件事绝对给你个交代 虽然偷偷用了 家族的财产 我被罢和太公骂 但牧尘锋一死 家族的钱 还不是我的钱 少爷快跑 牧尘锋打上门了 不可能 公司会 结不可能失手 太公请小少爷 过去一趟 放开我 他 仗着家主在阴北 一个臭野种 把家族搞得乌烟瘴气 现在还敢欺负到我儿子身上 我豁出去了 看谁敢动他 你请飞行会出手了 花了多少钱 你开始要一千万 请当目标是牧尘锋后 要 多花了一千万 你哪来的钱 我 动用了家族账上的钱 家主为了解决家族困境 去了燕北 你在背后 竟干出这样的好事 谁叫家族偏心一个野种 你可真是牧家的好少爷 我马上杀了你 为家族清理门户 谁敢动我儿子 你自己问问 你儿子干了什么事 我管他干了什么 我只知道他是我儿子 要杀他 你先杀我 等家主回来了 我看你怎么交代 你真当我不敢动手 你别逼我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干什么 这是雷碧 在我面前演戏 请继续你的表演 现在就让你体会到 亲人的痛苦 快去叫医生 马上联系医院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毕竟是我弟弟 我也不希望他出什么意外 死产 师兄 你说沐尘锋 要怎么对付木雷 我看木雷死定了 师弟为什么这样想 他是宗师高手 况且家族斗争 不都是这样吗 我不这样认为 沐尘锋不是试杀的人 如果他想杀人 那天沐家山庄 一个火口都不会留 所以师兄你认为 这件事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粮 不错 老板 还有臭豆腐的卤水吗 有有有 不过你要这干啥 咱家猪都不吃 还不是我这傻弟弟 想不开喝农药了 他做了什么 我怎么说不出话了 赶紧喂他喝 如果不够 俺家里还有 老板 来 大把手 我说你这个小伙 年纪轻轻的 就这么想不开啊 嘴巴再长大点 我喝点 老板 你这卤水味真臭 该不会加了其他料吧 没没没 咱正经生意 祖传独门秘方 老板 多少钱 你早跑了 野种 你为了我儿子什么 还不是因为你亲自灌自己儿子农药 我马上推脱去死人的 你敢打我 等家众回来了 我要你好看 木雷虽然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 但他也是木家血脉 你残害亲生儿子 等霸回渝州后 想想自个儿是什么下场 太公 你认为呢 把他带回山庄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出房间一步 等家主回渝州再发落 至于木雷 先做医院吧 你看 这样合适吧 你现在才是代家主 自己看着办 大多数问题都解决好 是该将那小逆子 倒体原流了 这么险呢 男士外 追剧呢 正好 跟我进房间 你身寒 不舒服死人 少爷想干什么 还脱衣服 不过少爷的身材真好 他该不是要 哎呀 休死人了 少爷 要不我们先去洗个澡 洗澡的事一会儿再说 咱们先干正事 啊 这么着急 可是我第一次没有经验 谁都有第一次 没事 我教你 你现在感受到了什么 少爷的手很温暖 我希望一会儿少爷温柔些 听说第一次有点疼 一个小脑袋 抓一天到晚在想什么 我让你感觉身体的变化 少爷你不是要 你是个好苗子 我教你本事 以后谁都欺负不了你了 别说话 闭上眼睛仔细感受 现在告诉我 感受到了什么 我感受到了一切 不愧是先天到底 这么快就感受到天地韵绿了 好好感受灵力在身体里的路线 我先出去了 怪不得蓝星人爱吃薯片 的确解压又放松 千年离经 这种上好猎记材料 我怎么能放过 您说楼上最近装修 现在都中午了 怎么还在装 可现在还在赶雾 不能受外界影响 把这事情解决了再去吧 你好 我是楼下邻居 能开一下门吗 你啥事 你们入场时 物业就通知过你们 中午两点前 是不允许装修的 所以你来找茬 你有什么实力让我听工 如果你是这样态度的话 我就只有选择报警了 报啊 你尽管报 警察走了 我继续施工 看你能拿我怎么办 我看你的砖头质量 不是很好 我这可是特地定做的红砖 一般砖下去 保你脑袋开花 来来来 脑袋伸过来试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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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干什么 我报警了 现在是法治社会 小伙子 你还年轻 不要做违反犯罪的事情 我说过 你砖头质量不好 你好 公安局吗 我要报案 有人用砖头拍我的手 对对对 就在天二华府 咱师兄弟也有几年没见了 这顿饭 师兄你请了 师弟你这么大个飞行会 还心疼这点钱 师兄 你不懂 飞行会几千人 但那是几千张等着我喂翻的嘴啊 所以你在死要面子活受罪 下山的时候我发过誓 不闯出些名堂 没脸回师门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些年师叔也挺想你的 你看新闻了吗 南山上一棵千年老桃树 被雷劈了酒下 这种上好的材料 师父肯定喜欢 下个月就是师父受诊 帮我弄点 送回去呗 师门早知道了 前年雷吉木已经被老军官 从官方渠道买走了 我要去和老军官谈谈 那正好咱一起 老军官总得给师门面子 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 我相信白连教也注意到了这个消息 哼 那些邪教崽子 来一个我崽一个 我认为还是慎重一些比较好 雷吉木已经被老军官了 和他们好好商量 应该可以买到一步 如果可以的 还是不要动用武力比较好 你俩怎么也在这里 你都在这里 我俩怎么不能在了 你俩也是为了雷吉木才来的吧 陆陈锋 这一次不要和我们抢 这一次我代表的是师门 而不是五角 希望你能理解 谁怕谁啊 各凭本事呗 道长 穆家穆尘锋 有求老军官 我和师兄都是正义派的 看在咱们都是道们的份上 醒个方便 诸位来灌 师傅已经知道了 师傅说 灌里用不到这么多雷吉木 愿拿出一半赠予各位 至于各位怎么分 老军官就不管了 灌主就没再说其他话 没了 师傅就说了这么多 你们自个儿商量 我要回去继续做功课了 真是人精 一句话就让老军官置身事外 这个灌主也不是个简单人物 咱们商量一下吧 如果可以 我还是不想动手 师兄 咱二对一 优势在我 不用跟他这么客气 穆尘锋古怪的很 我认为可以满足他的一部分要求 免得节外生枝 你想要多少 两米长的树干 不可能 最多给你一米 否则免贪 长一米就一米吧 小心行 有人来了 你小子倒是警觉 竟然能发现我们的行踪 不过你们商量来商量去 最后雷姬母还是属于我们白连教的 不是我警觉 是你们本事不行 气息吐纳太差 两个宗师 其他全是半部宗师 老军官还真鸡贼啊 送一半的雷姬母 让咱们帮他挡灾 师弟 善言 你们这群邪教的崽子 我是正义派的小虎 不怕事的尽管上来 哎哟喂 正义派好大的名头 不过我可不怕 雷姬母我可以不要了 你们自己解决 木陈锋 你几个意思 你看到了 我不想掺和你们的破事 师兄 别和他废话了 这小子在趁火打鞋 拿把手 给你两米树干 我要一半 算你狠 成交 两个宗师交给我 其他你俩解决 谁在一人对付白连教 左右护法 我们两兄弟从小在一起 联手之下 即便再来五个宗师 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什么左右护法 也不怎么样 庄倒是挺会庄的 我这边全解决了 你们还要多久 那还不赶紧来帮忙 哟 这就是你们求人的态度 木少 如果让白连教得逞了 你自可的麻烦事也会不少 你出手 我私人再给五百万 这还差不多 你几个人成 别忘了 五百万 那边地上躺着的左右护法 你们自己看着办 师兄 你说他和师父师叔比起来 谁更厉害 不好说 木尘凤或许更强 要人押回正义派吧 今后石门发落 小心 还有白连教的人在 想偷袭我 做你的春秋大梦 能躲过我一阵 还算有点本事 但是接下来呢 师兄小心 这个玩意儿 歇性得很 小哥哥 本圣女要对付的人 还没事 游女 你真当没人治得住你 你说他吗 别看我 我就一路过打酱油的 这么年轻的后天高手 还真的少见呢 要不要考虑加入白连教 你想干什么 姐姐都可以满足你哦 你不是我的菜 你还小 不懂姐姐的快乐 如果这套法器就是你的依仗 我劝你还是哪凉快 哪待着去 你真要和白连教做对 没办法呀 说了人家钱 总得给人家办事 我还是很想信任 总之这两人 你带不走 那还真是可惜了 这么年轻的后天强者 姐姐还没尝过滋味 快招 您还是别了 我怕你炸肝火 成年人才知道身体 好得倒是挺快的 沐尘峰嘛 我记住你了 我叫李思思 我们还会再见的 大家也看到了 我希望听到各位同事 对沐尘峰的评估 通过他和李思思 交手情况来看 我看他应该进入先天宁气了 但是从他的资料看 太怪了 太干净了 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高手 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维系龙国西南骗局的稳定 不是让你查别人底细 嗯 我明白了 马上派人去善后 媒体那边我会打招呼 这件事 我亲自写报告给烟北方面 至于沐尘峰 你先去接触一下 如果可以 让他加入公司吧 雷星木炼成的锦 虽然也有功识 但用灵力推动 也有雷电之力发展 目前已经识破了 先将就着用法 那车在我离开老军灌后 就一直跟着 我又被盯上了 卢总 从目前的观察看 还可以确定 沐尘峰拥有炼气和玉气的手段 我再观察观察 先不说了 我被发现了 喂 兄弟 跟了我这么久 也该差不多了吧 啊 你好 我是布加班家政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鸿利 我现在代表公司 想和你谈谈 什么鬼家政公司没兴趣 你再跟着我 别怪我不客气 把气 你到底是什么人 布加班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是龙国相关部门的公司 负责维护社会稳定 简单点说 是管理像你这样的自由人 然后平衡 龙国各大门派的模特 如果有不服从管理的呢 我们有最精锐的能人意识 况且现在时代变了 我们还有现代科技 你很强 但是不能小瞧公司的力量 你说得不错 我不否认 那现在 可以考虑一下 和我谈谈吗 你挑个地儿 带路就成 五小姐 怎么又见面了 毕竟你花了钱 我也只要来了 五小姐 你看看 还需要加什么菜 我知道你千方百计 请我吃饭的目的 不过 我劝你趁早打消小心思 五家 绝对不会和正家合作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你拒绝我后 我反而更轻松了 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可不行 有些事情 我也没办法 所以 你以前为难木尘峰 也是没办法咯 他的一切 都不在我未来的计划之内 他做的那些事情 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罢了 笨蛋 你什么意思 木尘峰很强 这点你不否认吧 的确 至少从目前的资料看 他是龙国最年轻的宗师 在他放弃你之前 你知道他很强吗 所以我才说你是个笨蛋 木尘峰的潜力超过你的想象 而你却这样对他 后悔了没 你凭什么对他的评价这么高 木尘峰隐忍这么多年 光是这份心性和隐忍 就比很多人强 至少比你强 你的判断 会不会太武断了 你还真别不服气 如果你有他一半的隐忍 凭你现在的能力 郑家至少有一半是你的 其实在赴约之前 家族就有过评估 给郑家的评价 是可以观望合作 不过我嘛 我可不想和都是笨蛋的家族合作 太费脑子 不管怎么说 我也要谢谢吴小姐点信我了 毕竟木尘峰追过我 我的迎面很大 虽然不能和吴家合作 有点可惜 但是通过木尘峰 相信郑家还是能更上一层了 相信我 你不行的 吴小姐这是看不起我 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木尘峰是我看中的男人 我有这个资格 说把吴家交给他掌管 你有这个资格吗 先管好你自己的是吧 笨蛋女人 这就是你说的公司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 毕竟 我们的确是一家家政工 请听 董事长等你很久了 小兄弟 我等你很久了 这又是闹哪一处 吴先生请坐 小兄弟刚来公司 很多事情还不习惯 没事 就当自己家一样 啥 我在家习惯这样 小兄弟 还真是不拘小节 我也不拐弯抹角 这次请小兄弟过来 主要还是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 还挺不错 周末双休 一天工作八小时 节假日正常放不加班 还有五险一斤 公司员工的福利 是留住老员工的根本吗 一个月底薪两千一 我记得渝州最低工资标准 就是两千一吧 这些都是明面上的 理性不高 可是公司的福利补贴好吗 员工综合平均工资 有八千家的 卢总 你认为我是缺这点钱的人 这我就要说小兄弟你了 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公司而贡献 怎么能为了钱而工作呢 公司给你工作的机会 你要学会感恩 除非 你不是真正的牧尘锋 牧尘锋 今年刚满二十岁 牧家私生子 苦追郑家长女郑琪多年未果 几天前被郑北派人打晕后 被丢到荒山 然后当晚出现在街上 为了避免崔雨林骚扰 出手和郑家偏房子寺起冲突 卢总 你还真把我查了个底朝天 请不要小看公司的力量 我代表公司再问你一次 我该不该称呼你 牧尘锋 爸 人已经在燕北控制住了 我们随时都能开启计划 嗯 知道了 爸 咱们这一次明的暗的双歇入手 牧家绝对没有翻身的机会 这几天你也累了 回去多陪陪你妈 有人来接手下面的事 我为这事忙前忙后 凭什么交给其他人来做 我要亲手让牧家陷入绝望 不愧是我的儿子 我就喜欢你这股狼崽子劲 行 爸答应你 给我做漂亮些 谢谢爸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三天后 我会让牧家家破人亡 牧尘锋 你会亲自跪在我面前求我 去地上人间顶楼 多订几个房 今儿我高兴 带兄弟们 开心开心 谢谢 诚书 诚书 你说那小子在干嘛呢 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怎么知道他在干嘛 兴许 在某个地方苦练吧 嗯 他才不是这么无聊的人呢 诚家又出手了 有牧尘锋在 诚家翻不起什么大浪花 现在可不是你们那个年代 牧尘锋敢乱来 公司不会不管的 白天老君灌的事情后 公司应该和他接触上了吧 考虑好 要对公司主动坦白了吗 怎么说呢 我不是牧尘锋 我也是牧尘锋 哼 这时候抖极灵 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我相信你不是这种无趣的人 你听过仙人转世吗 这样一来 你的变化就说得通了 这么扯淡的理由你也信 公司经常和各种奇人接触 你说自己是仙人转世 的确挺扯的 但的确也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 你们公司里还真到处都是人才 枯坟的赶尸的修行呢 毕竟现在时代变了 能人与普通人之间 也需要新的形式 来达到彼此共存的目的 老君冠附近 一枚气管道泄漏导致爆炸 目前伤亡人数 所以 这就是公司存在的意义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 这些年灵脉破碎 灵气溃散 回到以前是不可能了 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谁打扰我 谁死 你自称仙人转世 现在 我已经相信七八分了 近些年 公司也在研究 怎么恢复灵脉 灵脉是天地力量演化 你们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如果你们想通过这个 来吸引我加入公司 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这是我第二次重申 请不要小看公司的力量 我不希望还有第三次 如果恢复灵脉不能吸引你 那接下来的消息 我相信你不会无动于衷 谁给郑北的胆子 找死 如果你现在要去郑家 公司不会让你有着性子乱来 你在威胁我 接下来你们谈吧 我要下班了 卢总的意思是 公司有更好的办法 帮穆家渡过难关 当然 前提是你答应加入公司 加入公司可以 但是我必须要你们 给我最大限度的自由 我也可以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还有一点 工资一毛都不准省 你的诉求 公司实习生的职位可以满足 签字后 公司可以帮你把人从燕北带回来 实习生是什么职位 不算公司正式员工 薪资年薪百万 各种福利翻倍 除非特别任务 你可以不用上班 看来你们早就算计好了 公司从来不做没有准备的安排 那郑家的商债 你们打算怎么做 这件事情抱歉 公司的最大权限 是保证穆家所有人的人身安全 什么 你们敢骗我 商债交给我 你怎么在这儿 吴家也有公司的股份 我在这家公司有什么好奇怪的 现在你也是我的员工了 如果我俩处对象了 这算不算班公司练琴 大哥别闹 我在干正事 我干的就是正事 公司可以保证穆家所有人的安全 我可以保证穆家所有的财产安全 只要郑家敢出手 我会加倍还回去 谢谢 谁叫你是我看中的小男人 我不帮你 谁帮你 你还在这儿干嘛 不嫌自个儿碍眼 是 轮值董事 没看出来 藏得这么深 哪有你深啊 这么多年的不露身色 那你知道郑北在哪儿 算时间 他应该再去地上人间的路上 好 我这就去找他 沐尘锋 你千万不能乱来 你不能让公司难做 让我难办 放心 我有分寸 看来我来的正事是 郑北 哟 我一会儿先废 我 再问你一遍 燕尾的事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你又敢拿我怎么办 如果你懂事 乖乖给我跪下 我心情好了 还会考虑 沐尘锋 让你废话了 接下来轮到你了 不行 看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晕了 算你废 燕尾那边是你的意思 还是你爸的意思 沐尘锋 你踢断我的腿 我 你不敢杀了我 你有种 别让我活着 我知道你沐家山庄在哪儿 沐尘锋 你给我住手 弟弟 你也有份 沐尘锋 我看错你了 滚 我不打女人 你明知道他是我弟弟 你还狠心下这么重的手 快给我弟弟道歉 否则你以后 都别想再见到我 你还真看得起自己 你该庆幸这件事没你的份 有些游戏 你玩不起 沐尘锋 你会后悔你今天做的事情 今天只是个开始 卢总 他没有扩大事的 嗯 嗯 我知道了 燕尾那边 我马上安排 医生说了 最多三个月就康复 好好养病 其他的别操心 你懂个屁 这个关键时候 我怎么可以住院 我怎么能住院 到底什么原因 让沐尘锋 不顾及两大家族这样做 喂 有件事情 不是你一个女人有资 我是你姐姐 等你嫁出去了 就不是郑家人了 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就因为我是女人 你这样对我 爸也这样对我 如果你有沐尘锋一半的婴人 郑家起码有一半是你的 不行 我不能哭 弟弟 你哪儿的话 不管我以后嫁不嫁 我都是郑家的人 哼 净说些好听的话 出去 好的爸 那我先出去了 怎么搞的 爸 我要他死 不管什么代价 我都要沐尘锋死 我联系飞行会了 他们不做这个单子 不可能 飞行会拿钱办事 他们不可能这样做 肯定你舍不得花钱 不愿意给亲生儿子出去 要顾你这样对我说话 爸 别打我 我错了 或许是 他在飞行会有些关系 不过已经不重要 我已经提前启动计划 牧师集团那边 应该已经乱套了 手随眼动 手随剑动 腰随手动 这样才能做到行云流水 嗯嗯 我记住了 只是 我们是不是扣得太近了 脑中不要有杂念 用心 嗯嗯 不是 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啊 当然是保护自己了 等你水准到了 谁也欺负不了你 哇 好厉害 洗个澡都被垫 服务怎么停水了呢 快走 被抓到了得赔钱 哈哈哈哈 以前怎么没发现 小泥子还挺漂亮 少爷 我 嘘 别说话 少爷的话 我愿意 谁真的管你 给我打电话 少爷你先忙事情 我去洗澡了 嗯 你最好有事 你快回山庄 集团出大事了 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你们最好有事 昨天 你把镇杯打进医院了 他把我得罪了 这都算轻了 你还险害咱们 穆家不够吗 我记得你被禁足在房间 谁放你出来的 你和我玩 阴凤阳围这一趟 闯了大祸 该为做的错事负责 野种 现在集团公司股份 征放一百亿 把那烟品被镇家控制 全是你的错 太公 我再没出息 也不会干出 这么没有分寸的事 这野种继续留在木家 不知道还要给咱们 带来多少大麻烦 解除 这次我看你怎么和我斗 少爷说的对 沐山峰不能再留在家族了 我看 他就是诚心报复咱们 要是家主在 肯定由不得他这样 就是就是 以为自己有两手三脚猫功夫 就天下无敌呢 你还有什么话想说 有什么大不了的 庄家出手可真狠呀 再继续发展 估计下午沐家就得破产 风仪 你那边也开始吧 小姐 为沐家动用家族资源 为运动静太大了 为一个沐家当然不值得 为了沐尘锋就不一样了 我去趟沐家山庄 这会儿他们应该再为难沐尘锋 近些年沐家被你们这群废物搞得一团糟 这桶飞锅我没兴趣背 别种 你还敢狡辩 你是好了伤疤忘疼 太公 你看他还敢打我 他哪听的是我的屁股 分明是在打您的脸 你给我闭嘴 沐尘锋 你也是沐家人 就这样对待家族 少假惺惺了 你们又真的把我当做沐家人 沐山庄出发 跪着去郑氏集团 郑家原谅你了 这件事就算作罢 如果没有 如果只为了这件小事 我没兴趣继续浪费时间 郑家能延续至今 真当家族没有几张底牌 你这点手段 别对我笑了好吗 没有我的命令 你试试 能不能走出山庄一步 今天正式集团 你不想去 也必须去 哎呀 太公消消气 赢得高望重的 哪值得跟晚辈一般见识 呦 原来是吴小姐来了 怎么不让下人通报一声 我也好准备准备 如果吴姐出手 那牧子的勇气 通报什么呀 我和她迟早是一家人 多生分呀 是是是 吴小姐随便做 就当是在自己家一样 来公 不管怎么说 牧尘峰是罪魁祸首 他必须要承担责任 我本不想和你们一般见识 如果非要咄咄逼人 别怪我不讲情面 你啊 哪里都好 就是性子太要强了 别忘了 现在另一个身份 他特地赶不过来 也是担心事态过大 现在我好歹也是公司的人 现在牧师集团的股份 市值多少 我买了 如果你想买股份 也不是不可以 现在牧师集团的股份 至少市值二十亿 我出三十亿 把牧师集团所有的股份 都买下来 笑死我了 你拿得出三十亿 借我三十亿 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只要不违背伦理道路 我都会答应 谈借多借歪 就当我的嫁妆 不用还了 银行到账四十亿元 现在签合同吧 现在牧师集团 是我牧尘疯的 以后少拿这些破审反我 牧师集团都快破产了 也只有你这个蠢货 才想着接手 我们虽然没有了集团 三十亿混吃等死 都能用几辈子 吴小姐 看来你的野光不行啊 如果选择的是我 你就不会白白亏钱 我乐意 你管得上吗 宠货 吴小姐还不离开 是先看的戏还不够吗 对啊 戏还没看完 我哪舍得走 好消息 好消息 集团的股份回涨了 现在已经回涨到之前的水平 看这个势头 今天估计会到五百亿 什么 五百亿的集团 三十亿就卖了 一群大聪明 我们走吧 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 陈锋 我代表家族和你团团 你们自个儿收拾好东西 三天内我会给集团换血 集团不养酒量饭蛋 爸 大师不好了 谁让你进来的 出去 集团股份疯狂下跌 现在已经蒸发三百亿了 不可能 牧师集团 不可能有反击的能力 是吴家 爸 你先喝口水吧 我们一起想 肯定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没用的废物 我养你几十年 连吴家的小丫头都搞不定 养你还有什么用 爸 我 别说了 我不想替你找的理由 只因为我是个女人 姐 我劝你少操这么多心 好好嫁人 就是帮了集团了 不管爸怎么对我 我都会为了集团和家族 贡献最后的力量的 沐尘峰 我想和你见一面 你主动约我 还真有点稀奇 今早是做药了 这时候还和我装 有意思吗 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 不然 我也不会彻底掌控牧家 吴小帆帮你 你答应了他什么条件 你们这种人真有毛病 什么都要恶意揣测 我们好朋友之间互相帮忙 有问题吗 我们这种人 怎么可能有朋友 待人不成 当然没朋友 沐尘峰 你做我男朋友吧 你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放过郑家 我可以答应做你女朋友 所以这就是你的目的 让我放过郑家 我都答应做你女朋友了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们郑家搞事 现在报复回去 吃亏了让你来求和 见不见 如果为这个事情 以后别联系我了 只要你放过郑家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我想要什么都可以 你能做主 我能 我要正式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 你能做主 你别太过分了 等你真正能在郑家 做主的时候 再来谈这些吧 沐尘峰 你给我站住 刚收到消息 郑琪已经约谈沐尘峰了 哦 你就一点也不担心 沐伯父救出来了 已经在回宇宙路上了 那我也放心了 如果沐尘峰答应了求和 那你不是白忙一场 你说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和郑琪逛公园 这事你爸 也就是公司轮值董事 可是发了不小的火 发火就发火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 沐家和郑家谈和是迟早的事 就看沐尘峰那小子 能捞到多少 臭小子敢背着我去见野女人 等你爸回来了 我要你好看 没想到 把烟北搅得腥风血雨的吴小帆 还有这副模样 你都一把年纪了 咱们有代工 陆总 正是集团和白莲教联系上了 事情有失控的风险 你先提前各方面做好准备 其他我来想办法协调周旋 好的 我马上去办 我说如果 如果真的失控了 公司打算怎么处理 如果真到了那一步 只能用特殊手段了 不管什么方式方法 西南片区平衡不能破 老刘啊 我想你帮我个忙 最近公司出了点问题 股份 我知道背后是吴家 所以才 喂 喂 喂 平时称兄道弟 现在遇到吴家 一个个的见了鬼市的 现在 只有走这条路 唉 老王啊 你之前提的条件 我仔细考虑了 没问题 好好好 咱们明天找个地方聊聊 对了 把你家那小子也带上 正气跟我一起去 毕竟接下来 年轻人才是主角嘛 咱们都是做赔的 哈哈哈哈 郑总 你费尽力气联系我 我的收费可不低哦 一分钱一分货嘛 我看圣女你就很值 那郑总你认为值多少钱 千万 我以后都不想看到沐家人 如果圣女答应其他的服务 多少钱 开个价 郑总别开玩笑了 在公司眼皮子底下干出格的事 我还想多活几十年 得加钱 你想要多少 这个数 两亿 是二十亿 如果郑总答应 白连教保证帮郑家消灾 郑总还想要其他服务吗 你想的那种 圣女 你想开什么家 你的命 哈哈哈哈 圣女说笑了 今晚钱到账 明天一早我们就行动 爸 我们没必要答应王家的条件 什么时候 郑家有你做主了 这世界 到处都是金钱和权力 想得到 必须付出代价 否则 就会像他们一样 只为了生存 你像郑家和他们一样 我 老赵 刚有个会 来晚了 抱歉抱歉 我也刚到不久 这就是正极吧 女大十八变呀 伯父好 叫人啊 郑伯父好 二位 如果有其他需要请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 你继续忙吧 子仲真是好脾气 要是我家小吉 可得闹一阵 伯父哪的话 这身衣服 他挣一年也买不起 没必要这么苛刻 再说 做过头了 容易被报复 我的命 比他值钱多了 哈哈哈哈 老王 叫道有方啊 我拿比得上你老郑 今天 他们只是做陪 先让他们年轻人聊 我的郑小姐很满意 婚期越快越好 当然 我要正式集团 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 作为嫁妆 老王 有些过了吧 一点都不过分 现在除了王家 没人愿意帮正式集团 不过 当然 看在他的份上 百分之四十 不能再少了 王上 我什么时候 答应嫁给你了 住口 你在说什么 我很清楚 在说什么 做什么 我不嫁 以后的路 我自己走 沐尘峰 我们再谈谈 我在金坊大酒店等你 以后 我就只能靠我自己了 姐 你断绝了正式集团的生路 我很清楚在做什么 你去见沐尘峰了 我见谁都和你没关系 开门 是我 哟 刚洗澡出来啊 别近 免得被有心人误 你开心就好 过来陪我喝两杯 你想通了 我可以答应你百分之十的股权 你能做主 如果你帮我 我就能做主 帮你掌控正家 还解决正式集团困境 最后只得到百分之十股权 我很亏啊 如果 再加上我呢 你疯了 到底想干什么 只要你点头 股权连同我在内 都是你的 你在玩火 我就是在玩火 百分之二十 不能再少了 成敲 你没跟我说你是第一次 你认为我是浪荡女人 你做这些 你爸知道吗 当然不知道 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希望了 别忘了答应我的事 小帆 我们和解了 千万别走 小邀请 对不起 您所拨到的电话已关机 抱歉 小姑娘有些不懂事 没关系 我们可以下次再谈 不过下一次 就不是这个条件了 王家 郑总 二十一已经转过去了 到帐了 准备干活 思思 对穆家出手 你想清楚了 穆家 只有一个穆尘锋 我们有两大护法 折在他手里了 我们被公司从燕北 一直赶到渔州 教主都生死不知 没有钱 我们寸步难行 还是说你有更好的办法 我认为 我们不能和穆尘锋起冲突 大教主 你承诺过 如果不能正确带领白莲教的话 我来杀你 真是个小妖精 她变化怎么这么大 根本扛不住我 糟了 穆家完全没有自保能力 我必须先回公司 你终于回公司了 昨晚累着了吧 你监视我 没有公司不知道的事情 放心吧 小藩不知道 白莲教要对我家人出手 我要公司赶紧派人 今早 公司已经行动了 你好 我们是预约的家政服务 互收费吗 公司有责任 保护员工家庭成员安全 这点 你完全可以信任公司 小藩呢 他去哪了 我也不知道 今早他打听了你爸 穆远达的航班后 就离开公司了 糟了 我爸的飞机什么时候落地 看时间 他应该在回家的那环高速上 不过你完全可以放心 公司已经派人去接他了 这次白莲教他们的首要目标 绝对是我爸 伯父 这一路上还算顺利吧 说起这个 我还得感谢你啊 不然我就回不来了 伯父哪里的话 都是陈锋安排的 你就别为他开拓了 臭小子什么尿性 我还不清楚 伯父 陈锋他可是 先不提他了 伯父倒是好奇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也是阴差阳错了 那时候 小夕 有人来了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 抓紧了 我甩掉他们 小兔崽子 和我比车敌 还嫩了点 还想逃 你们先走 丑叔小心 你以为能拖住我 你是谁 穆家好像和你没仇吧 他们是白莲教的人 特地来杀伯父 郑家 别怪我 郑总出二十亿 买你的命 这事本来和吴家没关系 怪就怪你多管闲事 吴家 从来不怕任何危险 小虎 你再不出来 我这辈子都不理你了 妖女 我们又见面了 以为有这些歪瓜裂藏 就能挡住我 师兄 我们上 其他人掩护小藩走 上次是我们一时不长 妖女 你这次逃不掉 可笑 你的法器厉害 只要挡不到我 就没什么好怕的 上下合计 我看你这次怎么应对 不愧是正义派高徒 有两把刷子 现在你在空中 你不掉了 神地小心 不能冒进 蠢蛋一个 卑鄙 你往哪儿逃 太弱了 你是后天高手 我们师兄弟输得不冤 小凡 快跑啊 没有人 能从我手里跑掉 陈锋 快来干我 住手 我还不想关于白脸教的破事 你可令我家人出手 我腻歪了 陈锋 白脸教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要怪就怪正经 你收拾了一个 回去正家一趟 昨天 陈锋十分厉害 下了一把气而已 根本不懂怎么用 你是先天 现在才发现 完了 当今名气西伯 怎么可能有先天高手 让你死了 陈锋 陈锋 我们后会有期 死了 没想到这个时代 还会有先天现身 数千年了 到灵气复苏的时机了吗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你真是我儿子 谁让你来的 你知道这里多危险吗 我知道你不想见到我 我也知道 你心里只有正气 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 这是怎么回事 爸爸 放心 爸爸给你做主 不是 小凡 你这又是闹哪一出啊 畜生 爸 你要干嘛 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爸 不是你想的那样 陈锋家教教你不负责任 陈锋家教你让你有原则 你学到狗身上了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误会我了 谁让你挑逗见正气 活该 臭小子 就算你现在很厉害 我打你不痛 他怎么也给个面子 一丝一丝叫两声啊 疼死我了 爸 别打了 小凡放心 以后这小子再干对不起你的事 伯父给你做主 狠狠地收拾他 嗯嗯 我就知道伯父最好了 不像某些人 一点都不懂人家的心思 喂喂 差不多得了 别太过分 把我惹急了 别怪我和你翻脸 爸爸 他又凶我啊 臭小子不找记性 给我道歉 对不起 我刚才语气有点重 说小子怎么搞的 做事不严谨呢 怎么能让我未来儿媳发现 爸 我和他真的只是朋友 我懂不懂 我儿子又帅又多金又能打 只干了些富二代正常该干的事情 我也是过来人 但是你要心里有数 哪些女人才能领进门 你也大了 有自己的主见 我也不会干涉你的私生活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安全第一 算了 你说是就是吧 反正我解释不清了 你自己把握就成 不过小帆是我内定的儿媳妇 我提前通知你 小帆 走 咱们回家 嗯嗯 听陈锋说 伯父爱下围棋 回去了 小帆要和伯父来几盘 我什么时候说老头爱下棋了 张口就来 小帆 我的小帆 你还是抛弃我了 我跟你打听个事 不知道 就算知道我也不想跟你说 哼 跟个小孩子似的 怪不得小帆不待见你 果果果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烦着呢 我可以花钱买他的消息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哼 你进公司了 想知道什么消息 还不是轻轻松松 还问我干啥 因为公司的背景 有些事情我不方便 沐尘峰 你少假行刑了 要不是小帆 我根本不想看到你 没事 你先想想 再回答我 你想清楚了吗 我 我们还不想理你 人见自以天收 人蠢 没人能救 沐尘峰 我答应你 别动手 沐尘峰的速度太快了 我的眼睛能跟上 但是我的身体 根本反应不过来 半步营气 你是谁 不愧是沐尘峰 李思思选择和你作对 真是蠢货一个 自我介绍一下 白连轿带掌门 穆舟 白连轿的渣子 还真阴魂不散 来都来了 就无效了 不不不 不要误会 我们不是敌人 严格地说 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 这个地址是什么意思 这是李思思要去的地方 你想找的人 也在那里 你轻易把自家圣女卖了 我又怎么相信 我很有理由怀疑 你给的地址是个 其实在白连轿内部 对你来说 也分作两派 一派是 李思思为代表的激进派 认为你是我们的拦路石 恨不得你马上消失 而我更认为 应该和你保持友好关系 白连轿封闭太久了 需要我这种 有格局的人来引路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从此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了 这个地址是我的好意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友谊 我们后会有 等等 那陈方你什么意思 朕要和白连轿不死不休 别逼白连轿和你于死往破 和我于死往破 你也可以 从刚才到现在 一直顾着自个儿说自己的 说完就讲死 我答应了吗 你想说什么 出来混要讲实力 要有势力 要有背景 臭水沟里的老鼠 还想和我平等谈条件 你哪个道的 沐尘峰不论实力 还是背景都远超我 这事是我半岔 这事的确是我没考虑清楚 不过我还是想和你结盟 如果你同意 我们下一次见面时 我会告诉你 白连轿内一个世代相传 关于为何灵气稀薄的秘密 你我都是想灵气复苏 至少在这一点上 我们没有任何冲突 我说过让你走吗 从你一来就冲我动手 把我可吓得不轻 你知道我身价不低 平时很忙的 为了这破事 到现在饭还没吃 所以物工费 精神损失费 交通费 营养费 杂七杂八加起来 随随便便给我一千万 这事就算了 你是白连轿带掌门 钱应该不少吧 沐尘峰 你别太过分 不想给也没关系 反正你来都来了 干脆跟我回公司喝茶吧 拿着 我非常欢迎你来公司 喝个茶聊个天 顺便交代一下 白连轿的残余人员 公司在服务方面 表现得尤为出色 提供了一流的体验 包你来了这一次 还想下一次 这卡没有密码 我们后会有期 我说沐尘峰 你也太财迷了 自个儿家大业大 还在乎这点钱 你懂个屁 现在牧师集团股份疯涨 现在一千万 明天就变成三千万 可你也说不通 我现在回去了 改天一起喝茶 也不知道 崔雨林这会儿在干嘛 不愧是先天到底 这才没几天 就到了半步宗室 不过她的剑法有些错误 而且雨林这丫头 性子太柔弱 如果在强势前 以她的资质对付宫师 不是什么问题 少爷很厉害 我只有更加努力 才能跟上少爷的脚步 你的剑法使得有些不对 来 跟着我的气息走 气顺则剑顺 顺势而为 剑势就成了 少爷 我是不是有些太笨了 你都说过我还是做不到 你才修行多久 要是这么快就学会了 那就不是天才 而是小怪物 很多人休息很久 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步 慢慢来吧 我才不要做小怪物 我要一辈子跟着少爷 等你变强了 和我一起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一定会更努力的 不过少爷你想去哪儿 回原本属于我的地方 那是个和这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更加的波澜壮阔 更加的丰富多彩 也更加的危险 不管有多危险 少爷在哪儿 我就去哪儿 妈 我打听清楚了 野种这段时间 都在这儿和崔雨林那小丫头鬼混 哼 野种就是野种 也只有这种货色 才配得上他 早点找他谈事情 这种地方 我多待一秒钟都是煎熬 其实我很开心 你的进步已经很大了 再努力努力 一定会更熟练的 我会多练习的 下次我会让少爷更开心的 大白天的就说这些 也不害臊 家里的问题都说清楚了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来了 就不请我们进去坐坐 你就是这样对待长辈 穆家从来没有人 像你这样没家教 有长辈吗 我怎么没看见 不过我劝你们 从哪来回哪去 我们不欢迎你 夫人 小少爷 请进屋坐吧 有什么事情 我们进屋谈 和他们没什么好谈的 好过来不过是为了股份的事情 家主回来了 如果你失去 就自己乖乖把股份交出来 否则 否则什么 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 能把我怎样 别太受伤 信不信 我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在渔州昏不下去 一个臭野种 还想贪图穆家财产 你以为你是谁 一个仆人的儿子 不过你没有穆家血脉 你连站在我面前的资格都没有 你 你敢打我 你做什么东西 你敢因为一个野种打我 你妈还在穆家做活 你 你欺负我可以 但是我不允许你这样说少爷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妈 他打我 他是穆家的儿子 穆家未来的正统继承人 你敢打我儿子 我和你拼了 没想到雨林这丫头还有这么 没让我白操心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他是正统继承人 你们该回去了 这是十六楼 你想干什么 小人是犯法的 帮你们回去啊 抓紧我 要走咯 我不要死 放心 你们会很安全 回去告诉穆太公 管好他们 再来烦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是 少爷 我回去一定转达 他还是人吗 从十六楼跳下来 还跟没事人一样 是我没睡醒 还是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少爷 他们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毕竟那可是十六楼 没事了 顶多做几天噩梦 虽然可能会有心理阴影 但是估计以后 也不会再来烦的 再说了 穆家落到他们手里 不知道会烦的 你先回去吧 我晚上还有事情 师父 去黄龙路三十二号 好嘞 我修行数千年 见过无数阴谋诡计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这些所谓的阴谋 只能沦为笑话 穆州给我这个地址 也不过是想借刀杀人罢了 白林教的人 没一个好东西 圣女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你就是这样办事的 穆家背后有公司撑腰 哪有那么容易 多给我点时间 给你时间 谁给我们正家时间 别以为你有张漂亮的脸蛋 谁都会给你面子 现在正家损失巨大 你想怎么赋偿我们 用钱 还是用你 手摸着我的腿 感觉怎么样 给我住手 你小子活腻了 爸 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 咱们正家 什么时候给一个女人面子 圣女对不起 这小子还不懂事 都有得罪 还请抱歉 听我说说 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从小跟在你身边 你在我心里是父亲般的存在 可是教主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白林教流传数百年 圣女的唯一之责 就是取悦教主 你不知道吗 可是你为什么选中了我 为什么一定是我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所有的美好幻想 为什么 为什么 给我冷静点 不就一晚上而已吗 以后还会有更多 习惯了 就好了 为什么要选我 为什么一定是我 还不是因为你有张漂亮脸蛋 不然 我会让你跟在我身边 当年你父母临死前 可是拜托了我要好好照顾你 我极少承诺 但是想来说到做到 各方面 我都会深入照顾好你的 抬头 你看我漂亮吗 你想拥有我吗 如果不回答 你会死哦 很 很漂亮 我对圣女 不敢有多余的想法 好恐怖的女人 只是一个眼神 就让我控制不住的发抖 我这么诱人的女人 你都没有什么想法 看来郑少爷有些看不起我呀 圣女 我愿出一夜让您消气 还请你放过我儿子 原来我在郑总心里 只值一个亿呀 郑总也太堪敌我了 那十个亿 希望圣女放我儿子一马 这还差不多 下次叫你儿子多长个心眼 别再干这些蠢事了 圣女 你出尔防尔 不是不杀他 我答应你了不杀他 但是从没答应你不给他点教训 放心郑总 他不会死 不过嘛 这辈子的快乐 将会永远少一半 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儿子 他这辈子 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了 李思思这妖女还真挺狠 恐怕郑北这辈子 只能做个太监 这么晚了 还有人来这么偏僻的地方 我是谁 郑北的手机定位就在这里 那爸也应该在这里了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必须达成我的目的 郑家只能是我的 圣女 外面有个女人来了 这点小事还要我教你 处理干净点 别 千万别动手 她是我女儿 郑总 看来你的嘴巴也不严呢 真是不怪我吧 毕竟我也是郑家的女儿 查一个人的行踪也不是难事 郑总 她行事谨慎 胆子也够大 在我看来 比你儿子能成事多了 谁让你来的 你知不知道 你在干十分危险的事 爸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 我是郑家长女 郑氏集团未来掌门人 虽然不知道你们是谁 但是我很期待 能和你们合作 你们受郑氏集团雇 作为交换 我付给你们郑氏集团 每年百分之十分红 我是白灵教圣女 李思思 不得不说郑小姐的条件 说得我好心动 不过我也可以杀了你 然后 抢走郑氏集团的所有财产 圣女说笑了 白灵教 家大业大 怎么会看得上 我这点小家业 不过 刚才小女提的条件 如果圣女同意 我也希望 能与白灵教 合作愉快 你受伤了 快带上她 赶紧给我滚 你最好在我发货前 在我面前消失 你要挑战我的耐心 都这个时候了 你都还不信我一次 是因为我是个女人 妈 我明白了 我会找办 还不快点 磨磨蹭蹭的 家族给你吃了几十年干饭 你就这样对我 嗯 好的 我尽快送你回老家 我亲爱的弟弟 只要你死了 以后爸就会把更多目光 放在我身上 以后 就不会再那样看我了 啊 你在干什么 他是你亲弟弟啊 精彩 实在精彩 十分果断决绝 我更欣赏你了 爸 尤浩你只有我一个孩子了 我的能力比正辈更强 你放心地把家族交给我 我不会让你失望了 姐妹 来白莲教 在白莲教 你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圣女 我们的合作 就此暂停吧 我要带我的家人回家了 你们想走可以 但是他 必须得留下 这可不太妙 这群邪教渣子 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正气 要是平时我肯定懒得管 但是谁叫他现在是我的女人了 李思思 事情做到这一步就差不多了 人家死了儿子 还要带走人家女儿 你还让不让咱们郑总活了 总得让郑总有个笨的 沐尘峰 我不找你麻烦也就算了 你还主动找上门 你现在过来 是要杀了我们了 没辙呀 我这人超级小气 你和郑总找我家人麻烦 你说整个沐家救我最能够 我不来谁来 所以 沐少已经决定 把我们这些白莲教余孽 一个不落的都解决了 我这么诱人的女人 沐少你吓得去手吗 不不 你误我 我现在是公司的人 肯定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郑总花了几十亿雇佣你 还有刚才要给你的十五亿 这钱我要 然后 你这人我也要 其他的杂鱼我没什么兴趣 你跟我回公司喝茶 这事儿就这么结束翻篇 可我要是说 你人带不走 钱也带不走呢 咱们这里这么多人 一人一口唾沫 也能淹死你 就凭你们这些臭鱼烂虾 你想对我弄什么 你就不多相信 今儿个白天 你们还大张旗鼓地偷袭 我晚上就找过来 就算公司再厉害 情报也不可能有这么好 是沐周 沐周把你们的地址给我 无非是想借刀杀人 让我来对付你 你是个聪明人 我相信不会让他如愿 所以你最好考虑一下 刚才我的建议 跟我回公司 如果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怎么把你送进去了 我也会怎么把你捞出来 这事儿你是苦主 最后的主使人就在你身后 你就打算这么放过他了 他的儿子死了 他不是还有个女儿 他已经受到了最大的惩罚了 以后他再也没机会掌管 郑氏集团 自己儿子女儿又手足相残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 还有什么惩罚 比这个更重的 至于郑琪嘛 他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还是沐少有手段 这么轻易的 就掌握了沐家和郑家 这两大财团 现在还进了公司 财权 还有人 你是一个不辣的 都握在手里 要是郑总有你这一半的本事 恐怕郑少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 沐少的提议是目前最好的结果 这情况再逗下去 反而恕我不解风趣 你们在渝州散去 在我不在的期间 老老实实做人 等我回来 是 少女儿 他们呢 就这样不管了 毕竟人家家人去世 多给他们点时间吧 我们去车上的 我很后悔 但这一切 一成事实 我也不想再隐瞒你什么了 我不让你参与这些 是为了保护你 唉 等你到了我这个位置 就不得不接触到更大的空间 还有更危险的人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 知道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从头到尾只是为了 向你证明我可以 为了你 为了我自己 我跟你说过 这是个人吃人的世界 我在正家 坐在这个位置 看似风光无限 拳钱在手 但是我坐在这个位置的 每一分每一秒 都如座针毡 我每天早上醒的第一个念头 不是想着我今天能挣多少钱 而是今天有多少张嘴 等着我喂饭吃 谁喂不保他们 他们会咬我的肉 喝我的血 当然还有你们的 我能怎么办 只有不择手段的保护正家 保护我的孩子 保护我的家人 你的能力比小北强 我很清楚 但是让你一个女儿家承受这些 对我这个当父亲的来说 太过残忍了 小北虽然弱些 但是有股狠劲 虽然不会有多大成就 但是保住正家 是没多大问题 交给她 我也比较放心 但是现在 一切都没了 我们有什么时候 比现在更绝望 爸 你相信我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些对我 已经不重要了 这些以后 都和我没关系了 我会对外界说 小北是出车祸走的 明天我会去当集团 把股份 全交给你 现在出了这档子事 我能怎么办 手心手背都是人 我又能怎么办 我这是个失败的父亲 爸 我向你保证 我会带领城市集团 走得更远 飞得更高 以后 就靠你自己了 我作为父亲 最后对你唠叨一句 好好跟着沐尘风 哪怕 做他的情人 也可以保你一辈子 平平安安 我的话说完了 小北 我们回家 还能坚持住吗 我要先回公司 要去哪儿 我捎你的 你们先走吧 我想一个人先进去 他好歹也算是你的女人 就这么把他扔下了 你可真是个心狠的男人 你不懂 郑奇是个要强的人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他都会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他的自尊 也不允许我多安慰几句 你说这句话 说明你肯定没处过对象 不懂和人的相处方式 男人有什么用 靠男人还不如靠自己 你说 要我回答一个问题 你想问什么 如今蓝星灵气息过 曾经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在说什么 这个秘密 龙虎武当清城都知道 为什么要来问我 你认为我跑去问人家 人家就会给我说 白连教好歹也是 传承下来的古老武汉 总不可能连这点秘密 都不知道吧 还是说 你们白连教的传承断了 早就没有答案了 这也是牧州对你说的吧 不过 少对我用激将法 用了也用处不大 我也不是不和你说 而是白连教 对这个知道的也不多 你知道多少说多少 不管怎样 我都会对象 你应该知道 白连教的前身是净土宗 也就是连宗 这个秘密 也是当年连宗九祖 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发现的 在两千年前 原本正以祖师张道陵 已得道飞升离开蓝星 却突然回来去了趟昆仑 打碎龙脉 其实一开始都还好 灵气衰弱得不明显 但是两千年过去了 现在我们连修炼道宁气 都十分困难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打碎天下龙脉 这种事情为天地所不如 天道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他为什么要这样冒险 你问我我为谁去 我们白连教就知道这么多 如果你还想知道确切的答案 去正一吧 他们传承的时间比白连教久 他们应该有你想要的答案 慕少爷 我们到公司了 你是要我自己上去 还是带我上去 走吧 我带你上去 老胡 这是白连教圣女 李思思 这一事你干得不错 卢总已经写报告给燕北了 跟我来吧 接下来有人带你 去你该去的地方 老胡 她是资源跟来的 别上手段 老胡 千万记得别上手段啊 毕竟人家也算自首 知道了 卢总在办公室等你 别让卢总等太久 卢总 您这么大腕 还大半夜的特地等我呢 有啥事就说 我还着急回家呢 这么着急 是急着回天二化府 还是去安慰安慰 郑家的那个小姑娘 来 喝茶 我就这点破事 全被你们查得底朝天 还让不让我有点隐私了 毕竟你是公司实习工 公司总得实时关注着 下个月 郑一派长老学灵道人 百岁寿臣 公司打算派你前去 我记得郑一派 不是咱们的地盘 怎么让咱们大老远跑一趟 这不是其他份公司 抽不出人手吗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哟 还有出马仙呢 这些都是农国各大势力家族 排得上号的人 正一派掌门百岁寿臣 这种大事 他们肯定要去 有人的地方 难免有争斗 你也知道 公司要以维系区域稳定 为首要目的 对于你的身手 燕北那边 还是很放心的 听卢总的意思 我这算特许动手了 你要是想动手 有几个人拦得住你 不过 你也要有分寸 虽然公司允许你动用武力 但是 也要有个限度 公司绝不允许出人命 你的意思是 只要不出人命 其他的随我怎么折腾 不论对方是谁 不论对方什么身份 哪怕废了他也可以 我说了 公司绝不允许出人命 不过卢总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身价 这么大老远跑一趟 我得损失多少钱呢 你这是要和我谈条件了 你要钱就别想了 你刚接手了 牧师集团的烂摊子 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 公司帮你物色最佳的人 完成牧师集团内的相关工作 虽然小帆可以帮你 但是终究不合适 你放心 公司出马 人员的可靠度上 你可以信任 那成 这活我接了 过几天我就动身 不过我要那些人 三天内到集团报到 我答应你的条件 最多两天 人员全部到位 刚说的消息 正为那小兔崽子 出车祸死了 不过有内部消息 他是死于刀伤 哼 他蠢货一个 横死也是迟早的事情 不过这事儿 什么都透露着不简单 郑家的态度太奇怪了 我估计是郑家内部出问题了 这事儿估计会给老郑打击不少 他可是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自己儿子身上 这下倒好 什么期望都泡汤了 我明天去郑家一趟 这时候的郑琪 最需要人安慰了 不错 不愧是我的好儿子 能想到这点 让我很欣慰 以后郑家 只会由郑琪这小姑娘掌控 等你拿下了郑琪 郑氏集团 也是我王家的了 爸 哪里的话 我是对郑小姐一眼钟情 只想让她做我的女人 不过 郑氏集团我要 人我也要 小北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很难过 你一定要节哀顺变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小琪 今晚有空吗 我陪你喝两杯 不管心里有什么难过的 都请对我说 我是个合格的倾听者 对不起 最近没心情 然后 请你以后叫我全民 我们还没收到这种地步 宾客请入内 如果有怠慢的地方 还请担待 这难得不对劲 目的性太强了 你来做什么 你来有些不合适 我过来也是调研小北 顺便和你说 我信守承诺了 原来是牧少 最近牧少掌控牧师集团 还攀上吴家 真是风光无限 这种运气 就连我也是很羡慕呢 我也是很意外 可能是我太帅了吧 现在吴小姐还在我家赖着不走 真让人头疼呢 但是你能保证 你的好运能一直保持下去 你以为攀上吴家 就可以为所欲为继续纠缠小琪 那就太天真了 有我在 你休想靠近小琪 你对小琪很有好感 我对小琪一见钟情 见到她的第一眼就不能自拔 我和小琪也是门当户对 不论哪方面 我们都是最合适的一顿 我可不像某些人 没有一点自知之明 成天都想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告诉你一个命 你别跟其他人说 小琪大腿跟有个梅花形状的胎记 你可以放开想象 猜猜我是怎么知道的 继续加油 我看好你 宾客请入内 如果有怠慢的地方 还请担待 继续待在这里干什么 待在这里丢人信也吗 少爷 家族和郑家一直不合目 我们过来 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我来这一趟 主要是找郑琪 说完事情就走 你看 她来了 签了吧 你来不就是为了股份吗 我早已经准备好了 还有温热 一直贴身放的 雨林 给我合同 是 少爷 只要你签字 牧师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 就是你的了 我希望牧正两家 以后长期合作 毕竟 合作才能共赢嘛 现在牧师集团 市值远超正式集团 你还愿意送我股份 吴小姐说得不错 如果我有你一半的能力 事情绝不会发展成这个地步 我也没办法 我不可能一直守在牧家 迟早有一天 我还是要去我想去的地方 牧家多个朋友 总比多个敌人好 只是朋友吗 你不在的日子里 我会帮你守着牧家 以后 她就一直跟着你了 雨林是个很有天赋的姑娘 你别看她还小 在我调教下 已经很厉害了 不愧是你 在女人这方面 也是能力出众 她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小琪 你先去忙吧 我有几句话 要给牧少说 雨林 你也去车上等我吧 是 少爷 你以私生子的身份 忍耐这么多年 最终不明则已 一鸣惊人 对你 我除了欣赏 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 其实我不止一次在想 要是你是我儿子 该多好 伯父 现在还说之前 没有意义的话 的确没什么必要 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跑去了很多 最终 我也只剩下父亲 这个身份 拜托不了 我曾经做了很多 出格的事情 最终目的 也只是想保护郑家 保护家人 希望你不要怪郑家 如果你真的要怪 就怪我吧 我这条老命 你想要 就拿去 这是我能理解 只要以后 郑家不再找我们麻烦 我还是想和郑家 化敌为友 刚才我已经让 小琪签合同 给了她牧师集团 百分之十股份 光是这点格局 郑家 没有人能比得上你 怪不得 吴家那个小丫头 对你这么庆幸 你很优秀 我向你保证 只要我还活着 郑家 不会和穆家作对 至于我死后 那就管不着了 柳伯父 你这句话就成 我还有事先回去了 节哀申病 呃 我还有个请求 希望你 不要辜负小琪 现在我和她 从头到尾 都只是场交易关系 伯父不要乱想 至于以后的事情 以后的事情 谁知道呢 雨林 你先回去和伯母说一声 过几天跟我去当正义 回头我和卢总说声 让你也进公司 嗯 我听少爷的安排就好 该死的牧尘锋 一个走狗屎运的野种 敢这样羞辱我 该死的正妻 表面上看起来正经 是个阴娃当妇 该死该死该死 都该死 喂 谁啊 我这会忙着 没事先挂了啊 迅哥 我子重 你们司马家精通布阵 我想你帮我神不至鬼不绝的 杀个人 谁这么不长眼 敢惹得咱王少爷这么大火气 啥 一个野种 牧尘锋 他哪里惹到你了 老王啊 这事不是我不帮你 是有些麻烦的 你不知道牧尘锋是公司的人 你知道咱司马家上头归公司馆 要是把他给弄没了 我家老头还不得扒了我的皮 什么 他进公司了 有公司成药 外不得敢这么嚣张 我说老王 要不这事算了 公司的背景你也不是不知道 别说咱司马家 就算正一武当都得给几分面子 三百万 你如果答应了 不管成不成 我都给你三百万 你不是喜欢樱花国的那个小女幽吗 下个月我把她带到龙国 什么叫喜欢 什么叫喜欢 我是欣赏 这事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 下个月我去渔州找你 妈 下个月正一教掌门百岁寿辰 我先去了哈 你跟爸就在家待着就成 咱家还有三十亩地没种完呢 你个小兔崽子一天到了就知道偷懒 到了正一派 给老娘老实点 恐娄子了 别指望我跟你爸给你猜屁 少爷 咱们这一次要去多久啊 你不是说下个月才开始贺寿 咱们现在就出发 是不是太早了些 贺寿虽然下个月才开始 但是已经有不少人启程了 并且贺寿前 听说正一派也搞了个什么庆典 早点出发 总没有什么问题 再说了 咱们公费旅游不挺好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跟上咱们了 雨林 你先带上行李去登机口 啊 那咱们这一路会不会很危险 少爷 现在人多 动起手了 会不会让公司觉得很麻烦 放心吧 都是熟人 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况且这个人 不但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反而让我们一路上省心很多 沐尘峰这臭小子 又想偷偷摸摸地撇开我 要不是沐伯父和我说你走了 我还真不知道 哼 等我逮到你了 非得要你好看 那你说说 想要我怎么好看 当然是要你 啊 你怎么发现我了 拜托大哥 你就差脑袋上刻几个字 我在跟踪了 话说我是去给人家祝寿顺带出差 你跟着跑来干什么 最近龙国圈子里有些动漏 你不知道这一路很危险 哼 你管我 你去祝寿 我也是去祝寿的 燕北四大家族 咱们无家代表就是我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凭什么时候我跟踪你 成吧 你想跟着就跟着 有我在你也安全很多 你的私人飞机在哪 带我们上去 你怎么知道我有私人飞机 我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 再说了 我凭什么让你上我的飞机 别闹 这种超级千金富二代 没有私人飞机说出去有人信吗 咱别废话了 抓紧时间去正一盘 小饭 行吧 我的小饭 以后不许甩开我 我越来越远了 会长 吴小姐已经走了 我们是不是也坐个私人飞机跟上去 私人飞机是我坐得起的吗 你知道那玩意多贵吗 对了 我给你说个事 这次我爸也会去正一 他想见见你 见就见呗 又不是见未来女婿 有必要特地通知医生吗 对啊 就是见未来女婿 我爸和你爸已经通过电话了 我爸打算趁着这一次 给寻灵道人贺售 顺便见见你 你要好好表现哦 争取过关 沐尘峰 我们认识了有一段时间吧 可有个事情想找你帮忙 你想我帮什么忙 只要不是借钱什么都好说 让我给你生个孩子吧 我觉得我们该有个孩子了 啊 我帮你当朋友 你却想给我生孩子 你在发什么疯啊 我只是认为我们该有个孩子 来奢华我们的友谊了 你看啊 我见过你爸了 你也要见我爸 他们会同意的 天啊 我不该和你坐一趟飞机的 会长 从早上到现在 你几乎什么东西都没吃 要不吃点点点肚子 滚滚滚 别和我说话 我这烦着呢 喂 你说小凡 是不是喜欢瘦点的 你看我现在 是不是比以前瘦多了 会长 你昨天才上场撑了 又中了时间 哎 哎 你个射手会不会站位 一打团就被抓 我用脚丸都比你好 大爷大团输了 你赶紧想法子抢龙啊 逢劫干嘛 哎 中路你也是 开启这副地灵 还被各种单杀 辅助 哎呦喂 我还没注意到有个辅助 我们不是一直四打五吗 这什么破游戏 还让不让人好好玩了 一群垃圾 游戏垃圾 我再也不玩了 长老 龙国各地前来贺寿的名单 已经送达 长老您过目 放桌上吧 我一会儿再看 嗯 木尘锋也要来 也不知道 会和龙国年轻一辈的翘楚 碰撞出什么火花 看来这一次正一派 会热闹一阵龙 你把手机给我 呃 长老 您还训诫过弟子们 太沉迷游戏会荒废功课 少喝废话 我都马上一百岁了 还能玩几年 滚 张天师 两千年前 你打碎天下龙脉 一人背负这莫大因果 天下无人能知晓你的苦心 而我 又是个笨拙的人 还不知道 是不是那个时候到了 你要是真有灵 就给我们这些徒弟徒孙个启事吧 都收到的消息 司马家的司马逊 诸葛家的诸葛听风 还有冲马世家的胡氏父子 也都刚大 来得比我们还早 我都怀疑他们是为了蹭饭的 走 咱们拜山门 啊 这和我想象中的名门大派完全不一样啊 你确定咱们来的是正一派 或是什么旅游景点 咱还怎么拜山门 正一派早就是龙国5A级风景区了 并且最近正一派长老 玄灵道人百年寿臣 许多商界的人都打算来蹭仙气 不过他们也只有在这里烧烧香了 真正的正一派山门不在这儿 还得往里走 师兄 您多大了 身子骨还这么硬了 我八十多喽 哎 你们别拍 拍了也别传网上 师父看到了又会骂我 大爷 我是公司员工牧尘锋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特地来为玄灵道人合手 功后多时了 你们进大殿后 右转直走 就会看到一条小路 走到尽头 过了桥 就能看到山门了 这 这是桥 这恐怕是正一派为了避世 特地布置的吧 普通人只能去前山 而真正的能人 才有资格进这后山 即便是正一派弟子 刚入门的时候 也只能在前山修行 等什么时候过了断门桥 什么时候 就有资格进后山修行了 小姐 你就在前殿休息吧 我先去拜见师父了 想去后山瞅瞅吗 想去的话 我带你过去 想去 正一派我来好多次了 但我也是头一次到断门桥 还从来没去过后山呢 也不瞧瞧自己是什么身份 什么货色都想去正一派 你这样的人再多些 人家老天师还不得烦死 他就是沐尘峰 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 我想去哪要你管 爱着你了 并且人家也没拦着 你不说话 没人当你是哑巴 雨林 你先过去 我们随后就到 雨林丁锦我 要是不小心掉下去了 可不要怪我 嗯 沐尘峰摔下悬崖死了 也算神不知鬼不绝了吧 好俊的身手 也不知道是哪位前辈 调教的徒弟 他看起来也就十八岁吧 就已经是半部宗师了 你该不是看上人家了吧 人家才十八岁啊 不过比起他 我更对他师父感兴趣 要是能结识 这样的前辈就太好了 你想学啊 我教你啊 雨林是我一手教出来的 虽然你资质平平 但是你给我磕个头 叫声师父 别笑死我了好吗 你才多大 你说你调教出来一个半部宗师 那你自己是后天还是先天 你总不可能吹牛皮 说自个儿已经踏入宁气了吧 年轻人不要光说大话 脚踏实地的 小心别摔下去 没想到蓝星还有人会用阵法 灵气这么行 还能让人感觉这么闭着 固执阵法 都需要蕴含灵气之物作为阵眼 我现在的实力已经到了极限 不过这东西对雨林还有用 你说他怎么了 站在桥上不动 我哪知道 可能被吓到了吧 你这猪子挺不错 现在归我了 咱们一会儿见 我是司马家司马逊 你要是石像 赶紧把定灵珠还我 可恶 正一派言禁思斗 你出手已经坏了规矩 如果还要动手 追究起来 你爸妈肯定饶不了你 就你废话多 我司马家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 信诸葛的馆了 沐尘峰 我跟你没完 司马逊从一开始 对我敌意就很大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喂 老胡 我沐尘峰 你帮我查个人 他叫司马逊 对对对 就是他 我要知道 最近他接触过什么人 沐尘峰 我总感觉 会有大事发生 也不知道为什么 纯粹就是我的直觉 就像 抱负雨前的宁静 这很正常 龙国不知道 平静了多少年 现在不管什么 牛鬼蛇神 都想趁着这个机会搞事 人性如此 习惯就好 要是他们都当乖孩子 还需要工资干嘛 我看看 司马逊几天前和王子仲通过电话 那就能解释得通了 凌晨师兄 这么多年没见 你都快踏入先天了 师弟 你的天资是我们这一辈里最好的 虽然入门晚 但是当年如果没下山 估计也差不到哪儿去 这一次回来 好好给师父赔个罪 再向师叔求个情 咱就不下山了 师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师弟我心里这个坎 过不去啊 师兄 你看到了沐尘峰吗 这小子 到了咱们的地盘 师兄 你得给我出气 师弟 你知道的 师父不准咱们私斗 师兄心心念念的最新款 我给你带来了 咱们又不是要和沐尘峰斗的死去活来 咱们是要和他切磋 这事要是能成 下回我给师兄带个最新的SB5 师父绝对不会发现 行了 这事交给师兄 和龙国各地的青年才俊 友好切磋交流 就算师父知道了 也会支持的嘛 对了师兄 过两天有飞行会 送雷基木过来 别忘了接收 几位客人 就先在这里住下吧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 正一派会尽量满足 空闲时 也可以去练武场看看 不少人在那里交流心得 我要去我要去 你快带我去 好 雨林 你也一起来 多看别人切磋 对你也有好处 嗯 我看来看去 也没感觉到他们有多厉害啊 比成熟差远了 你说是吧 雨林 他们功夫欠缺了些火候 距离宗师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过看他们的年龄 估计半步宗师都很难 小丫头 你知不知道刚才在说什么 我修炼二十多年 还从来没人敢这样对我说过 也不知道谁带你来的 我倒是想让他领教领教我的鹰爪宫 少爷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他说的没错 你们资质平平 修炼到这一步也就闹头了 他是我调教出来的 就凭你们也想和我交手 我可没有虐菜的兴趣 他早上没刷牙吧 这么大口气 我看他毛都没长急 这二位在江湖上赫赫有名 我看他的长辈得头疼了 刚才弟子来报 他就是沐尘峰 师兄 你怎么看 不一般 宗师之上 不可能吧 他才多大 就越过那个坎了 不知道他师父有多厉害 宁气了 看来他对小虎一直没敌意 不然这臭小子得勾死八百回了 要不师兄 你去探探他的底 再看吧 不急 不过 可以让他来和你们切磋切磋 不过先说好 输给小姑娘了 可不准哭鼻子 好 我就看看你这小丫头 到底有多厉害 少爷 我真的可以吗 我担心 别怕 就像我平时教你的那样 正常发挥就行 多和人切磋交流 对你有好处 我不会给少爷丢脸的 你上吧 我不想对这么水灵的丫头动手 你还得有点分寸 别伤这人家了 放心吧 这么漂亮的姑娘 正好啊 把我家那个小混蛋介绍给她 刚才说我说话不对 二位叔叔别放在心上 这是我第一次和别人交手 我我会尽量不让你们受伤 哼 丫头 使出你的全部本事吧 叔叔 你的步伐不稳 这样是碰不到我的 一起动手 他是半步宗师 半步宗师又怎样 我们的经验比他更强 二位叔叔 我刚才说了 你们这样是打不到我的 其实我不喜欢打架 但是为了不让少爷失望 我会在下一招打败你们 我们同时上 你正面来 我从侧面突袭 别让这小丫头看扁了 好 二位叔叔小心 我睡着起来了 好快的速度 你还想把你儿子介绍给他吗 不了不了 我怕我儿子会被他揍死 叔叔对不起 刚才我出手有些重了 没事没事 我俩都没受伤 这么年轻就这么厉害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服了 他才刚满十八吧 这么小就是半步宗师 以后咱们龙国高手排行榜 肯定有他的位置 你别忘了 那个年轻人爱 说是自己调教出来的 这个小丫头就这么厉害了 他是不是已经踏足宗师境了 我有内部消息 前段时间 渝州冒出了个 龙国最年轻的宗师高手 穆尘峰 会不会就是他 今天这么热闹 老道爷下场猪猪性吧 与诸位青年才俊 切磋交流 什么 郑一派大师兄都下场了 今天没白来啊 人家是未来天师接班人 三十年没出手了 人家三十年前就是宗师高手 穆尘峰来正一了 凌晨道人要与人切磋 会不会 都盯着我干嘛 我来给老前辈喝瘦的 又不是打架的 穆尘峰 凌晨道人给你面子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只是在邀请诸位 与我切磋 并非指名道姓 不过能和龙国最年轻的宗师 过过招 我也是很高兴的 你也别有太大压力 兴许本道人还可以指点你一样啊 没兴许 师兄 我看这群臭小子 早就提前商量好了 要给穆尘峰一个下马威 不过 我看穆尘峰油盐不尽 根本不上唐 师弟你不是想探探底吗 师兄我给他加把火 诸位来客到正一 为我师弟贺寿 我这个做师兄的很高兴 今天看到龙国的年轻一辈 都如此优秀 心里也十分欣慰 不如今天在场的 不论是不是正一派弟子 最终获胜者 我都回答他一个问题 我先来 穆尘峰 你敢不敢和我交手 凌成师兄抱歉了 作为龙国青年高手 排行榜前十 我也很想和这位最年轻的宗师高手 过过招 玄丰道人这种太陡一般的人物 被他指点一二 我妈还不得乐疯啊 到时候我妈给他闺蜜 说起这个事情 倍儿有面子 怎么一个个的都盯着我呀 我又没招谁没惹谁的 不过大伙想和我过过招 我也只好全都接下了 玄丰道人是正一派天师 他口中肯定知道 当年张天师打碎龙脉的秘密 告清楚原有 我也知道该怎么恢复龙脉 回到仙界 司马家修行的是司马懿传下的阵法 阵法脱胎阵法 主攻杀阵 虽然司马逊还只是半部宗师 但是一般的宗师高手陷入阵法 一时安会儿也很难脱身啊 沐尘峰 为了我的游戏机SB5 就先对不起了 沐尘峰 把定灵珠还给我 乖乖认输 否则别怪我一会儿不客气 这个杀阵还挺精妙 阵法覆盖的地方 我好像要独自面对千军万劳 不过也就如此 那我就把你打成猪头 再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怪就怪你自 什么是你的东西 在我手里就是我的 你叫一声他能答应 你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好你 还有哪位高手想和我过过招的 司马逊也太不经奏了 一巴掌呼应了 根本什么都看不出来啊 沐尘峰是先天井 师兄 你开玩笑吧 这小子才多大就先天 咱们师兄弟可是修行了几十年 刚才那一巴掌用了钢器 能把钢器操控得这么精准的 只有先天高手 没想到公司竟然招揽到这么一个高手 这几天 这几天可能有些不太平了 那有啥不太平 有咱们师兄弟坐镇 哪个不张眼的赶在咱们正一捣乱 我扒了他的皮 不过我看凌晨可要吃亏了 给他点教训也好 免得他成天和小虎混一起 我专修剑法 不懂拳脚之术 如果你需要趁手的武器 正一可以为你提供 没事 我自己有 雨林 把我的剑扔下来 雷姬木做成的武器 已经是法器了 但是法器 只有踏足凝气精 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威力 你会用吗 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这套剑法 为纯阳剑 共分为三境九招 这一剑 您为续阳成风剑 威力稍弱 但速度极快的一剑 很厉害 这一剑钢器灌注在剑上 在劈下的瞬间释放 威力比刚才那一剑 更强三分 不过靠这些招数打败我 还是有些不够看啊 好灵活的身法 最年轻的宗师 你当之无愧 我对你的看法要改观了 接下来一剑 是我最强一剑 因为纯阳四灵剑 这一剑 连我自己也守不住 你要小心了 这一剑以你浑身钢器推动 治钢治阳的必杀一剑 但是可惜 你现在的对手是我 师兄 我眼睛没花吧 怎么可能真的有人能踏出那一步 虽然我不敢相信 但是他的确突破先天 踏足宁气了 虽然只有一瞬间 但是没有体内灵气催动 桃木剑上绝不会爆发出闪电 师弟 我们该见见这位公司的实习生了 过几天雷基木就会送到正一派 计划能不能成功 就看我们能不能抢到雷基木了 你们各自潜入正一 正式行动前都不准系入身份 是 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嗯 雷基木还有两天到正一 我知道了 你和江开说清楚 事成之后 雷基木给他们一半 我 输了 被他一巴掌扇晕了 木尘封 是你逼我打电话 摇人的 低调低调 这么多人看着 影响多不好 我不管 少爷赢了我就很开心 正一派大师兄都不是你对手 我对少爷越来越崇拜了 我不是你的对手 未来有你这样的年轻后辈 我输了也高兴 你老就别捧杀我了 全是运气 不过我不知道 师兄你为啥硬要和我交手 还不是我那恨铁不成钢的师弟请求 一会儿我好好操练他 原来是小虎 他姿质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人有点漂亮 师兄 你千万得狠狠操练 师兄也不是木尘封的对手 我还要怎么追回小凡 完了完了完了 师兄也惦记上我了 我要不先下山避避风头 师弟 咱们师兄弟这么多年没见 师兄来检验一下你的本事 有没有倒退 师兄 你听我解释 少爷 凌晨到人掉了个游戏机 我给他送过去 人家在山上休息 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 可能是给宗门里的小盗筒准备的 回头给小凡打发时间 时间差不多了 这次不知道有多少人 打着鹤兽的名头 想在龙国一展身手 闯出名头 没想到最后落到木尘封身上 哎 也得打铁还要自身影 司马逊还是龙国七年高手 排行马前十呢 还不是被木尘封一巴掌呼晕了 哎 木尘封这么年轻 就这么厉害 我看他以后 至少会是天师那种级别的高手 木尘封 我要给你生猴子 还想给他生猴子 快去睡觉 梦里面什么都有 哎 木小子 我爸刚给我发信息 说他下周就到 你提前做好准备啊 咱俩八子还没一撇 真没多大必要见你爸 反正我不管 你可以不见 我也可以给你发告状 我治不了你 你爸还治不了你 得 我投降 你说啥就是啥 说真的 这小姑娘 你打算怎么给家里交代 我看得出来 雨林很喜欢你 你别那壶不开提那壶 咱们清清白白什么事都没有啊 哼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还和正奇不清不白的 也就是我够大气 一直没好意思戳穿你 我俩的事情 你必须要仔细地考虑清楚 你不单单要考虑自己 你还要考虑你的身份 你的家族 你说的我都知道 这些以后再说吧 当然 如果可以说服你爸和我爸 你也可以全都要 毕竟小孩子才做选择嘛 我很怕 我也很喜欢你 我一开始想和你处对象 只是觉得你有趣 但是我现在非常确定 我喜欢你 你的能力 你的一切 你的一切都让我很喜欢很喜欢 放心吧 我会想办法给你一个交代 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我要给你生一百个孩子 我只想跟在少爷身边 少爷去哪我就去哪 还生一百个 你当自己是猪啊你 小心 怎么在正一段 还有人敢偷袭吴小姐 谁这么大胆子 小藩终究是圈外人 他们偷袭的目标应该是我 我去看看 玉琳 你保护好小藩 都这个时候了还想不 在正一派 你能跑到哪去 你们傻不傻 在人家的地盘搞偷袭 我不收拾你 正一派会放过你们 有意思吗 司马逊 还来搞政法这一套 我不知道王子仲 给了你什么好处 一直和我纠缠 你不嫌烦 我都烦了 你开始是老王的原因 但现在咱俩是私仇了 你抢了我的定灵珠 还让我当众出了这么大的仇 咱们的仇怨不死不休 你们这些阿猫阿狗 也想来找我爸爸 还有你 没事 多大人了 还玩不死不休那一套 阵法隔绝了外界灵气 就算你再厉害 也不能用密技联系外界 好好享受我们兄弟 给你上的大餐 全都是坏人 这个阵法有点意思 虽然我可以用蛮力破坏诈 可是毕竟是人家的山 还是州里的心 就用那个办法 弄制整一派 让他们的人来注意 阵法还能撑多久 他这么厉害 我担心拿不下他呀 最多还有半小时 我就不信了 咱们的攻击这么密集 他还能全都躲过 我们可以失败很多次 他只需要失误一次 一起再加把劲 美玲 你去找成叔 说我现在被司马逊 困在阵法里 需要他们帮忙 尽快吧 我担心一会儿 事态会扩大 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能打电话 拜托 现在都什么年代 秘书哪有手机好用 你要相信科学 现在的小朋友 越来越不像话了 再整一派搞私道 你们几个小崽子 最好安分 乖乖跟叔叔走 否则 别怪叔叔生气 还有 一会儿给你们家长打电话 让他们来正一派领人 小虎 你怎么了 脸上还轻一块紫一块的 公公官 我不想和你说话 你没有让这件事情扩大 不然正一派 还真不知道怎么收场 放心 这点度量我还是有的 几个小孩瞎闹的 我不会把这事上报给公司 谢谢 不然正一还真不好 给他们长辈交代 我想向你提出个请求 一会儿你有没有空 师父和师叔想见你一面 我正好有事也想找他们 带路 刚几个小朋友不懂事 耽搁了点时间 久等久等 没有没有 我和师兄也没等多久 这位就是玄丰道人吧 久仰大名 久仰大名 哪里哪里 你才是少年英杰 咱们招呼打完了 还是该说正事 请 请 我们喝茶满满 你我身处末法时代 我和师兄都好奇 你怎么修炼到宁启经 我凭什么告诉你们 正巧我也好奇 当年张天师打碎天下灵脉 导致如今的末法时代 到底因为什么 正一传承数千年 我相信二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应该知道其中缘由 如果你想问其他问题 我与师兄知无不言 不过此事嘛 事关正一 我们不能透露任何消息 你们不就担心泄露出去 有人会拿这事做文章 拜托 都几千年的老皇历 谁还在意这些 况且 如果不了解原因 我又怎么恢复灵脉 就凭你 也想恢复灵脉 小朋友 比天资卓越不假 但也太狂妄了 先不论能不能成 连昆仑 小朋友 我又凭什么告诉你 那就没得谈了 没得谈 那就别谈了 十弟 数百年无人 踏足宁其境 他或许是最后的机会 师兄 我怎么又不知道 不然我也不会给他这个线索 能不能成 就看他可不可以从那里活着回来了 哎呦喂 我差点忘了 今天联盟可以领皮肤 活动刚固 老皮肤 你干嘛不早说 我跟你没完 十弟 我就一个皮肤 没必要 没必要 你懂个屁 那是决斑史诗皮肤 我谈了半个多月 吃我一记 甲藤一直 过去 十弟你玩真的 看我的冰火两重天 如龙钻 打不中我 十弟小心了 玉树还根 不过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去趟昆仑山 可能只是恢复灵脉的第一步 天下灵脉出昆仑 一切根源都在那里 少爷 胡小姐有急事找你 这么着急叫我干啥 我也就纳了闷了 我好歹也是个千金 要身材有身材 要脸蛋有脸蛋 追我的人可以从燕北爬到樱花果 你身边为啥老有些女人 你想知道原因 那就过来 干嘛 现在才想讨好我 哼哼 晚了 啊 给你脸了 再谈一个试试 别急别急 你再看看 哎呀 少爷你干嘛了 啊 啊 沐尘峰 老娘和你骗 别闹 咱先说正事 胡小姐加油 就差一点点就能碰到少爷了 刚刚我爸给我打电话 他现在就在外山 现在就想见见我们 反正都到正一了 直接进内 啊 我差点忘了 小帆 咱们走 雨灵 你就在内山等我 沐尘峰 怎么哪里都有你 沐尘峰三分两次和我们作对 教主 我们在玄陵寿臣之日 干脆一起把他收拾了 你不怕死 完全可以现在就上 哦 我也就是说说嘛 教主 我先就准备了 到时候内外山一起起事 保证让正一吃一壶 寿臣上龙国高手近在 你们的行动必死无疑 不过没有你们这么大的耳 我怎么能得到那件东西 和沐尘峰交手后才发现 世间还有这种天才 唉 要是某人啃下苦功 就算比不上他 现在估计也触摸到后天的门槛了 师兄你夸人就夸人 没事带上我采一捧一有劲吗 让你知耻而后勇 免得荒废如此大好年华 不过说真的 沐尘峰作为公司实习生 来咱们正一 总感觉这次师父寿臣 会有大事发生啊 不可能吧 在咱们的底盘谁敢捣乱 我看就是公司派他来代表一下 没别的意思 师弟 你忘了一年前白连教教主 夜叹正一的事情了 我记得师父和师叔 联手众伤了他 最后还是师弟我押着 派人把他扭送到公司的 两百年前 是白连教的鼎盛时期 蛊惑民众为祸天下 师祖不忍天下遭此苦难 下山一人一伏尘 荡平白连教 从此白连教一蹶不振 再也翻不起多大的浪块 除了有当时的多方打压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师父从白连教 带回了一件法器 据说以白连教所修的功法催动 就可以发挥出巨大力量 没想到白连教衰败 还有这种内幕 师兄 那些法器是什么 还有 我在山上这些年 怎么从来没听过这些 师祖还真牛啊 一人一浮尘 就扫平白连教 想想都激动 我哪知道是什么法器呀 只有掌门师叔才见过 也只有掌门师叔 才知道存放在哪儿 这些内幕 你要是多在山上待几年 这些陈年往事迟早也会知道的 小姐 家主吩咐了 先让牧少爷进去 好吧 小凡 你先等我 加油 争取过关 来了 跟我一起拜吧 不了 他受不起我一拜 龙国年轻一辈第一人 公司实习生 牧师集团现任董事长 你很优秀 配得上小凡 但还是 太年轻 年轻人就得该有年轻人的样子 人人都像你们这样的称呼 那还有什么意思 我和你父亲电话里聊过 作为父亲 我很尊重小凡的选择 不过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用什么 来给小凡幸福 伯父问我这个问题 说明你对小凡并不了解 你认为小凡 是需要依靠别人的女孩子 因为了解 所以我不反对你们在一起 但我还是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你从公司离职 毕竟作为父亲 我不希望女儿成天为你担心 喝茶 伯父这样说 那你对我也不了解 在公司 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况且沐家 需要公司这个背景 有了吴家 不需要公司 并且你要清楚一点 我不是给你建议 而是通知你 你很清楚 我身为公司股东 有办法把你开除 根据公司的力量 你很快就会收到信息 我现在是什么实力 你可以把我开除了 当我离开公司后 估摸着你们这些股东 晚上都会睡不着觉 的确有这个实力 不过这样一来 我要慎重考虑 你和小帆的事情 伯父 你还想要我顺从吗 离开小帆 作为交换 我会和牧师集团合作 否则 我会全力打压牧师集团 我劝你最好不要 不然你会看到 整个龙国都没人拦得住 最后我再告诉伯父 不是我要和小帆在一起 而是他在缠着我 并且从头到五 我们都没在一起过 当晚上的和伯父聊天 让我有点不大高兴 我先回去呢 我总没有发话 谁让你走了 早听说你是龙国最年轻的 宗师高手 在我这个后天高手面前 也只有束手就擒 如果不是看在伯父面上 你已经死了 后天高手 也敢在我面前乱叫 伯父 管好你的人 怎么了 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没事 你爸让我别缠着你 明明是你缠着我 你说这是我的问题吗 死老头 看我去找他 别别别别啊 怎么年轻人的事 犯不着 师兄万步踏入宁气境的人 在师弟手里 也讨不了好 要不是念着咱们同门 你小子早就残废了 师弟咱们先别动手 咱们正一来了 些不安分的小朋友 来得好 我去把他们收拾了 你小子都一百岁的人了 还跟小孩似的毛毛躁躁 你要是借掉这性子 早就踏入宁气境了 师弟你也别急 小朋友的事情 还是交给小朋友去干 咱们一把老骨头瞎掺和干嘛 说的也是 也不知道 他们是为咱们正义而来 还是为牧尘封 谁知道呢 让牧尘封头疼去吧 真以为公司的工资那么好拿的 还好剩了一点 毕竟是咱们正义 我担心 隐藏近百年的茶叶 全被你给打烂了 就剩这义壶了 我的好师兄 给我留点 你宠我干啥 宠你咋的 师兄 看我没有 好心 你老不死的 你手这么黑 对我又胡子偷走 我不管了 甲藤一职 只一发入魂 没想到正义掌门和长老 大半夜还在切磋 教主 这二位太多喊出来的招式 有些不太正经 你懂什么 二位早已到樊扑归真境界 举手投足间 都有十分精妙的武学精髓 我们能学到点皮毛都受用不尽了 有这么学吗 在会所里我也经常用啊 没觉得有啥武学精髓啊 留两个人在暗中观察 其他人跟我走 尽量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教主 咱遇到紧急情况 可以见机行事了 可以 如果提前暴露了自己 我不希望他再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我会杀了 他 老胡 老这样等着也不是办法 我琢磨着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的任务只是暗中观察 要是坏了教主大事 教主非得扒了你一身皮 怕啥 别忘了您身上这位胡大爷 有他出马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我琢磨着 咱们偷偷把沐尘峰给拦在外山不让他坏事 教主事成之后还不得记你大功一件 以后你回东北碰到胡家人 不也得扬眉吐气一把 还是说老胡你怕了 老子会怕 老子要是怕 当年就不会亲手偷袭那小畜生 要不是胡三太乃不失货 不然胡家少主的位置会落在小畜生身上 胡天龙胡大爷出马 就算拿不下沐尘峰也可以把他迷得在山里转几天 胡天龙胡大爷上身 你也打扰本大爷休息 要是没要解释 别怪本大爷吃你心窝子 胡大爷 小的是遇到了对付不了的人 只有请您出马了 这人气息好强大 你小子要害本大爷 胡大爷 小的不是要您和他正面冲突 只要让他在山里打转一阵子就行了 可以 过两天给本大爷我烧十只烧鸡 十条滑子和一箱毛子 好嘞 一定在堂子里给您供奉着 妈爷 胡大爷的要求让本不富裕的我雪上加霜啊 爸爷真是的 老拿他那一辈的想法来干涉我 多体谅一下吧 毕竟伯父的本心还是为你好 怎么不走了 小梵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 从大殿到断门桥的路程也不过二十多分钟 但我们现在都走了快一个小时了还没到 哥哥 我们遇到了传说中的鬼打墙吗 你想啥呢 我们在道门正统正一派 什么小鬼敢来 这不是阵法的力量 我反而感觉到了有些类似生物精灵的气息 怎么办怎么办 他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害死啊 哥哥 我好害怕呀 哥哥我要抱抱 应该不是 对方的目的 是让我们在外山迷路一阵子 为了不让我们发现 用的力量十分隐晦 不过相对来说力量也不强 想解决还是很轻松的 哦 说的也是 联系成书他们就得了 接着地图已打开 请输入您的目的地 真有你的 其他人遇到这种事情 都是请大师想法子给婆婆 你倒好 直接看手机导航 有更方便的法子干嘛这么麻烦 有时候可以相信科学 前方路口请左转 我说啊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多矜持一点 我 我才不 不管哥哥怎样 我都要一辈子缠着你 这个密法迷惑人的观感 有点类似幻术的用法 哎 那人在逃跑 肯定是他搞的鬼 哥哥你看 快把他逮住带回公司 让本小姐走了这么多路 我要扒他一身皮 哎呀 小姑娘家家的力气比我还重 不管他什么来头 再正一派蹦不了多久 咱看好戏就成了 可 可是人家真的很气吗 胡大爷 要不咱再想想办法 想屁的办法 本大爷不是他的对手 他发现我了 大爷我得赶紧逃命 小畜崽子 我先走了 别忘了今儿你给本大爷 惹了这么大一麻烦 如果不是用阵法 缠住 看压我的几个人 我还真没那么容易逃出来 我得避避风头 等老妈来了 我起码半年下不了床 什么人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老子白脸叫胡烈 一来就问东问西 你问什么问 你查胡口啊 大海谁 胡烈 胡家次子 三年前偷袭胡家绍家主 失败后 逃离胡家 行迹不明 没想到加入了白莲教 反正我也要避避风头 不如去白莲教 刘鹤 门清啊 你什么来头 看你的样子 好像在正义惹了祸 再逃命啊 我是司马家的司马逊 我落的这个下场 全都是牧尘风 如果有机会 我会亲手杀了他 原来是司马三娘的儿子 你现在没去处 不如来白莲教 回头我帮你引荐教主 你说和牧尘风有仇 牧尘风和白莲教也有恩怨 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好 干脆你我联手 想办法给他来个狠的 我也想弄死他 不过连胡天龙大爷 也说不是他的对手 咱们还在正义派 难度起码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我们对付不了牧尘风 还对付不了他身边的人 吴小姐背景太厚 咱们惹不起 但是他身边另一个小姑娘 我记得也就半步宗师吧 咱们把他捉了 还不信牧尘风不离开正义派 到时候他双拳难敌四手 再厉害也比不上咱们人多 你们吴家在燕北资源多人卖广 应该渠道调查一下 来参加受理宾客的背景 你直接让公司调查 效率不是更高 我现在就一打工仔 遇到困难就找领导 领导会怎么看我 以后还怎么升职加薪 你还用得着升职加薪 净扯淡吧你 我回头帮你查查 少爷 回来这么晚 我总是长为难你了 不是 我们路上遇到点小麻烦 你们休息 我回自己房间了 玉琳 你是不是喜欢那混蛋 我只是少爷的仆人 哪敢有这样的心思 小姑娘 你还在和我装 你那点小心思 我会看不出来 唉 不过我提醒你 牧尘锋的身份在那里摆着 不是什么女孩子 都能一直陪着她 如果你真喜欢她 现在先藏在心里 等我不喜欢她了再说 吴小姐 我 我 小心 吴小姐 不知道对方来立人数 我一会儿想办法 跟你争取时间找少爷 应该是刚才偷袭我们的人 你一定要小心 你快走 其他的交给我 我在这里还想走 阵法 起 我不是你们 我怎么会有这个下场 我活不了 你们也别想活 你一定要小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保全自己 司马逊 你在凑我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了 我没有少爷那么强 不能正面硬拨开阵法 只有先对付司马逊了 老子从小到大 想干什么干什么 除了我妈 谁能管我 你逃不了的 少爷给正义拍面子 没有把你带回公司 现在 我要把你带回去了 你敢打我 除了我妈 就连我爸都不敢打我 今天你知道了 除了你妈 还有人可以管你 不管是谁犯了错 都应该受到惩罚 小姑娘 你大意了 小兔崽子 你今晚打脚本大爷 休息两次 刚才谈的条件 我要双倍 这么水灵的姑娘 老子要她穿上黑丝 好好把玩 你什么怪癖好 咱们带着人快走 到时候你逼她穿网袜都随便 我们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还真是乱 也不知道正义打算怎么处理 看那个方向是小帆那边 两姑娘应该不会傻到卷进去 莫陈锋 快醒醒 司马逊逃出来了 还趁着我们休息偷袭 雨灵呢 他没有和你一起来 他为了给我争取更多时间来找你 所以 我先过去 你去找萧虎他们 好好保护自己 你阵法残留的力量 还有精怪的气息 我本来是想给正义派一个面子 这些事情将被东道主解决 可能反而是某些人认为我是好脾气 看残留气息的方向 这边去了 刚接到外山的电话 说有两个人抱着一位女孩子强行闯下山 已经有弟子追上去了 对于今天发生的一切 我感到十分抱歉 人带你们正义派丢的 你们打算怎么给我一个交代 如果你们不能给出让我满意的交代 我就自己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我先接个电话 什么 你说人跟丢了 对方又出马仙 把追踪的弟子都给迷住了 我知道了 直到如今 正义派会尽力调查对方踪迹 请给我们一点时间 对于给您带来的不愉快 我再次感到十分抱歉 你做一句道歉 又一句对不起 除了这个你还会说什么 你代表你自己向我道歉 还是代表整个正义派向我道歉 你如果代表整个正义派 你有这个资格吗 我现在心情不好 别拿这些话惹我发笑 吴总 这事刚发生 对 我就希望你 能劝劝牧尘峰控制一下脾气 没事没事 年轻人嘛 我能理解 我以天师名义 代表正义派向你表达诚挚的歉意 刚我已经和卢总商量好了 正义派配合公司 全力调查崔小姐的行踪 过程产生的一切费用 都由正义派承担 我给公司一个面子 天亮之前 我要知道雨林在哪 但是她伤了几个地方 我就费你几根手指头 好 就照你说的这样办 不管崔姑娘受了什么伤 我都一力承担 师兄 你和他费什么话 正义派传承数千年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急 怎么联手把这混小子赶出这一派 叫他们卢总亲自过来单聊 你也还和我动手 我现在心情不好 怕控制不住轻重杀了你 忍不住了 今天我非得撕烂这混小子的嘴巴 小子 今天让你明白一个事情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说 我们在眼里正义派代表了多什么约 在我眼里全都是拉起 你想用公司压我 你们应该庆幸 我还会考虑公司那边的态度 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什么龙国没人能拦得住我做任何事 包括杀光你正义派版 天师 你明白我的态度了吗 哟 卢总大半夜的不睡觉给我打电话 我没有和男人保电话周的习惯 玉林丫头的地址查到了 因为马上发到你手机上 还有 牧尘逢我警告你 明天我回阴北 会顺便来正义派一趟 我到之前 你小子别给我添乱 因为一个小姑娘失踪 让整个正义派都行动起来了 你爷爷的狐恋 坏我大事 别怪我手狠 你们在哪 我马上派人来支援你们 小舟没到之前 你们千万不要乱走 展门 刚才门中弟子来报 已经查到了二人的身份 一人是逃出去的司马逊 另一人是胡家胡烈 玉林丰 让他们家人在明天天亮之前赶过来 不知他们会看到的 只有一句诗旨 动真以不杂为义 动玄以不智为明 动神以不测为用 三动上下玄意相通 小道友 你是三动皆修 共弃大城吗 关你屁事 如果你想踏入名气 你说的这条路走得通 沐尘锋 我是让你保护好自己 又跟过来做什么 我都听说了 玉林妹妹被他们抓走了 我也要想办法救她出来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会很危险 你不能再跟着一起 不想踏去 完全可以拜托我看住她 没必要费这功夫 你真的看得住她 你知道她爸在哪 麻烦你跑一趟 把小藩送过去 你知不知道 这样小藩会怨你很久很久 那也比丢了小命好 那个谁 那个谁谁谁 赶紧给他们两家打电话 顺便给我送三把椅子 到断门桥 我要在那儿 等着胡家和司马家的人来 您这位正义派高徒 无不好好歇着 跑来跟着我一起吹风算什么 看着我怕我闹事 如果我铁了心要出手 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 不管你要做什么 我肯定拦不住你 不过 使命难违 多谅解一下吧 我知道晚上这事 不怪你们正义派 但是我心情不好 总得有地方撒气 怪你们运气不好 撞到我枪口上 正义派已经安排好 有我带弟子 和你一起去救崔玉林 如果你有什么安排 就直接找我 谢谢不用 你们要派人跟着随你 我只有一个要求 别坏我的事就成 莫 莫少 我 我是诸葛家 诸葛听风 这一次行动 介不介意带上我 诸葛家精通奇门遁甲 五行八卦 精通得付司马家的阵法 带上我 你们这一路上会轻松很多 这事和你们诸葛家 并没有什么关系 你也没必要掺和进来 我 我想 莫少帮我引荐 我想进公司 以你的家事 想进公司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你这种人才 公司也非常欢迎 我 我有点受恐 家里长辈 都让我多出来锻炼 但 我一个人 不太敢 平时 在外面都是强撑着 不敢说话 怕 露馅了 被人笑话 你先坐我旁边 今天卢总要来正义一趟 到时候 我给他打个招呼 你先跟我一起 谢谢 谢谢木哥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位婶子 你是哪家的 哟 这就是沐尘峰 沐小哥吧 不愧是年轻一辈的高手 一看就不一般 我是司马三娘 昨晚接到电话 立马赶过来了 你放心 把那小子带回去后 绝对下重手收拾 没个两三年 下不来床 谁说让你接回去了 你说了算 还是公司说了算 先在旁边等着吧 是是是 墨小哥说的是 我家的混小子犯了错 就该受到惩罚 一切都按照 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 我和他爸 都不会有什么意见 所以你是胡家的 胡家家主胡镇 哼 你这小娃娃 打着公司名义 要我过来 好大的面子 很硬气吗 我现在代表公司 正式通知你 一个月后突击检查 检查结束前 所有人不得随意出入胡家 你可以打电话通知 回去做好准备 拿着鸡毛当令箭 请你一句话 就想查我胡家 胡家坏了公司 哪条规矩 公司在燕北总部的赵总 昨晚 我们还坐一起喝茶 我的规矩 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你不服气可以试试改变我的决定 或者让你身后的那个精灵 用他一声道 试试我的水有波深 哎呦 穆小哥 咱们都是来为家里小被闯的 或善后的 我们现在最主要 还是得先把小兔崽子给逮着 剩下的才慢慢说 你说是这个礼不 木 木哥 等等我 半个月后 我会亲自去胡家一趟 你们做好准备 结试我的检查 江湖 叫上师兄弟 我们准备出发了 那姑娘怎么样 还安分吗 胡大爷封了他一身力量 现在身子可酥软得要紧 你小子想对他做什么都可以 我出去六打两小时 好好享受啊 胡哥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老哥我是过来人 我都懂 我已经给教主报信了 白莲教高手已经在过来的路上 你抓紧时间啊 一群小小之辈 等少爷到了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我们敢把你抓来 就不怕木尘风过来 只要他赶来就走不掉了 你也别想着逃走 因为你无路可逃 你把丝袜换上 切下来 会是我们的欢乐时光 如果我换好战袍看到你还是这样 我会用世上最狠毒的法子来慢慢折磨你 你自己掂量考虑好 少爷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一定要坚持到少爷来救我 如果 如果他真的要那样 我也绝对不能让他如愿 滚开 死变态 小宝贝 我来了 滚 滚 滚滚滚 死变态给我滚 请尽情吩咐打击 主人 是谁 玉玲 要不我们再晚半个小时再来 嘿嘿嘿 顾沈峰 要走你自己走啊 这么刺激的场面我得录下来 回头反复观摩学习经验 嘿嘿 少少爷 你终于来了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小兔崽子 老娘的脸 你爸的脸 死马家的脸 村里的脸 被你一个人丢干净了 妈 我错了 我错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狐狸 白脸角的狐狸 全都是她的主意 她说把这小姑娘掳走后 引不成风突正一 然后再集结白脸角的力量 偷袭她 妈 那里不可以 那里不能下周手 你这身打扮很不错 以后可以多穿 都尝试不同的风格 少爷真的让我很好看吗 少爷喜欢 我以后就多穿 天天给少爷看 小姑娘不对劲哦 该不会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 哪有 少爷就知道取笑我 再这样我就不穿了 别别别啊 雨林 你继续保持这样 很好看 很有魅力 沐小哥 臭小子我已经收拾完了 咱是农村人 不喜欢那些弯弯绕的 这事儿看在我家孩子 没酿成什么大错 就让我领回去承拔 大海年轻 在公司备了案 这辈子就完了 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 他都快二十的人了 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沐小哥 他还只是个孩子啊 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 我也只是个孩子啊 四马三娘 这事儿 少爷的确做不了主 今天卢总要顺道来正义一趟 不如等他到了 你再试试求情吧 都是你这个小兔崽子不懂事 不然用得着老娘 豁出去这张脸 对不起妈 我错了 等回去了再收拾你 对不起穆哥 我给公司添麻烦了 对不起崔姑娘 我不该这样对你 老娘让你废什么话 知道什么 全给沐小哥交代出来 妈呀 救命啊 我一直找沐小哥麻烦 主要是渝州王家 王子仲给我打电话 王子仲承诺 除了给我钱之外 还让樱花婆的女优 陪我一阵 后来在正义派的事情 穆哥你都知道 从正义逃出来后 遇到了狐狸 他现在已经加入了白莲教 和他接触这段时间 我能感觉到白莲教 在正义派好像有什么计划 不过具体想干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穆哥 我这算不算有立功表现 有没有立功表现 公司会对你的消息进行评估 只要你的消息有价值 公司会知道的 狐猎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他说给我和崔姑娘 独处空间就出去了 估摸着也快到回来的时间了 陆总 李思思身上的定位装置 已经装好了 但把它放出来 会不会太冒险了 从现有的情报看 白莲教带正义派 准备做的事情 和那件东西有关 公司里除了李思思 还有谁对那件东西更了解 陆总 李思思终究是白莲教圣女 和您同程做一座直升机 对您来说实在太危险了 我们已经谈好条件了 只要他配合公司 以后可以把他 留在牧尘峰身边 给他适当的自由 况且有牧尘峰在 怕也做不了什么出格的事情 你说对吧 圣女 陆总说的是 好不容易有机会重获自由 我怎么会干那些蠢事 时间不早了 卢总 我们快出发吧 您可还要去雁北 你安排一些清洁工 去趟正义 准备做最后的清理工作 有些事情 还是要让公司干 别把什么都压在 牧尘峰那小子身上 目前在渝州的清洁工 从乐手里有任务的 其他人全部停止休假 去正义派 24小时内就位 现在的年轻人呢 脑子里只剩下那点事了 算上时间 教主也应该联系我了 为什么他到现在 还没给我打电话 户足屋不安全了 虽然早有准备 牧尘峰会动用公司的力量 但没想到公司的速度这么快 狐狸 你已经被包围了 束手就擒跟我回胡家 可以少遭罪 老头我可没想到 连你都来了 你还真给公司这么大脸 不过就凭你这两三人 就想拿下我 会不会太儿戏了 你知道我的 我是胡家近百年的天才 给我点时间 超越你并不是什么问题 走错路的天才 还不如蠢才有用 胡 胡家主 请问叔叔已经布置好了 隔绝了外界的影响 您 您可以动手了 请胡大爷赏身 胡爷 胡天龙 还是需要您来制服了 胡天霸 你一直纠缠不休 把我逼急了 我去请胡三太奶主持公道 胡天龙 在外人面前 我给你留个面 你那点破事我就不细说了 残害手足偷吃贡品 让我去胡三太奶面前认罪 你从胡家离开 我就没想着回去 本大爷让你瞧瞧我这几年的苦功 你心术不正 再给你三十年时间 修得啥也不正 成不了正国 有种所谓的正国 我不要也无所谓 看样子出马先走的是灵体的路 古身在契约之人身上 以操控肉身对比 出手之间 携带着些许神通和灵魂之力 以目前蓝星稀薄的灵气和破碎的法则 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法门 胡天霸 我现在还不是你的对手 再给我十年时间 我会让你知道本大爷的厉害 还想跑 我都没发话 谁让你走了 小子 插手胡家的事情 你不要命了 整个龙国的圈内人都归公司 你没把我放在原 还是没把公司放在原 我该叫你胡烈 或者 我应该称你叫胡天龙 不过无所谓了 我在这里当着胡家家主和胡天霸的面把你弄死 你猜他们敢不敢放个屁 胡三太奶敢不敢找我 我 我错了 不要杀我 只要不杀我 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吵你一次 非但不懂感恩 还在继续抽搐我 我不给你点教训 你们这群白灵教的杂碎 还真以为我是尼捏的 把它交给我处理吧 胡家的面子很大吗 还是说 你在命令我 胡烈是胡家人 胡天龙也要押送到胡三太奶面前审判 这是北边数千年不成文的规矩 于情于理 交给我最合适 我 我现在心情不好 果然连你一起收拾 这就是我的答案 这就是我的规矩 如果你有把握从我手里抢人 你可以试试 我会把你的话云风不动地给吴总说 你要想清楚 你好像不明白我和公司的关系 现在不是我要留在公司 而是公司需要我留在哪 不然公司的高层心里不踏实 你不服气 可以把胡三太奶叫过来过过招 我会让你们明白 我为什么有这个底气 牧尘风 算了 把胡烈交给胡家 这是公司高层的决定 看来牧周也太不动视了 把咱牧哥惹这么大火气 帅哥有空没 晚上思思帮你去去活 你这么快把她放出来干什么 这次白莲教在征医派 主要是为了白莲教 世代相传的一件法器 李思思是白莲教圣女 在公司认错态度良好 还有自受情节 公司经过慎重考虑 把她带来配合你的工作 公司清洁工已经在过来路上了 其他片区也各自抽掉出人手 全权交给你负责处理 联系方式已经发在你手机上 有需要打电话就可以了 卢总 别忘了答应我的条件 只要你以后保证白莲教 不会再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并且固定向公司输送人才 我可以做主 让白莲教在渝州有安身之地 我还要赶着去烟北开会 你以后就留在牧尘风身边 穆哥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咯 人带走 等我把正义派的事情处理 我会去胡家突击检查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 李思思 你和我说一下 关于那件法器的事情 那件法器其实是个玉佩 通过白莲教密法配合 可以激发出雷电的神通 不过 只有白莲教的核心人员才知道 玉佩只是个钥匙 通过他激发的雷电 才能打开昆仑的大门 等于说只要能激发出雷电 就可以打开昆仑 你走得好好的 突然停下来干什么 你说的没错 不过 末法时代使用神通 哪有那么容易 不要把我与其他人相提并了 不然你会发现 你的认知错得离谱 哇 小哥哥好厉害 教教我好不好 只要小哥哥教我 想怎么对死死都可以 时代在变化 白莲教也要跟着变化 公司有公家背景 慕尘峰可以称作当事最强 和他们合作的白莲教 才有在这个时代的一席之地 我不管你有什么小心思 我都要给你提个醒 只要老是本分下去 我并不介意你留在我身边 如果你有些别的气候 真正的力量 能横口一切阴谋 不过去 思思想要有什么坏心思 思思只是心疼哥哥 玉玲 他没闹出什么幺蛾子吧 穆小哥哪里的话 有我看着 这混小子敢干什么 老实得很 刚我看到卢总来了 我没敢打交你们谈正事 卢总打算怎么处理我家儿子 这点小事哪用得着卢总过问 他已经把这边的事情 全全交给我们了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白莲教圣女李思思 我的新同事 白莲教圣女也加入公司了 圣女已经和公司谈好了 长期合作关系 以后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向公司输送人才 相对应 公司也会承认 白莲教的合法性 怎么转眼就变成这样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不应该啊 现在白莲教 不是还在整一派谋划什么吗 小兔崽子 你懂什么 公司的格局 是你这个白痴崽子明白的 白莲教在想方设法 和公司合作 你闯这么大祸 还想进白莲教避避风头 你躲得过初一 躲得过十五吗 司马小哥也是年轻不懂事 嫂子你不要对他太苛刻了 毕竟是年轻人嘛 你也不要太害怕 只要好好交代 公司会对你曾经处罚的 圣女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好的姐姐 只要我知道的 我都愿意说 那你给姐姐说说 现在在正一派的 是不是穆州 就是她 听狐狸说 她今天要计划 抢走要送过来的雷姬木 不过我觉得 事情应该没这么简单才对 看样子是没错了 穆州打着 抢雷姬木的幌子 主要的目的 还是那件法器 不过 我估摸着穆州的想法是 就算得不到法器 也必须得雷姬木 公司清洁工已经在路里了 你这位白莲教的圣女 打算怎么处理白莲教的教主 能怎么处理 公事公办呗 姐姐 让我跟着你吧 不管姐姐有什么吩咐 我都一定办到 你恶心 穆小哥 我儿子 你打算怎么处理 不管有什么惩罚 咱司马家都认 司马家也是圈子里的老牌家族了 我也不想大家都太难看 你和诸葛听风一起 带着他去西南分公司吧 司马逊在公司配合调查后续的工作 然后你们交罚款 让他在三年内不能离开司马村 这事就这么过 幸好他惹的事情 还在可控范围 公司也给你们司马家一个面 这事就这么着吧 谢谢穆哥 回头你来司马村 我一定好好招待你 诸葛 你没意见吗 你想进公司的事情 回头我给老胡打个电话 以你的能力 问题不大 好 好的穆哥 雷琪莫到了 全都不准留守 敢速决 雨林 你知不知道 这次你犯了个很大的错 你帮吴小凡争取时间的决定很合理 但是你没有防着任何可能出现的危险 你还是经验太差了 对不起少爷 这次若非十分危险 我不会出手 你没事也和圣女多学学阴招 对付敌人很管用 呦 帅哥 凭着是在损我 还是在宽我呢 你别多想 我是说你战斗经验丰富 这还差不多 什么 发现有人跟着运送雷基木的车子 我马上过去支援 抓紧了 那只砸碎开始行动了 正女 她说你呢 她说的木舟 和我有什么关系 刚才 我看白莲叫米信群的消息 跟踪运送车里的人 并没有木舟 她这时候 应该还在龙虎山上等待时机 前面那个路口杀一脚 你们去支援运送车 我直接回龙虎山 好嘞 雨林 一会儿我把清洁工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发给你 你到地方了 联系他告诉你们的位置 我是沐尘峰 一会儿有同事联系你们支援 这次在正一派搞事的白莲叫的人 尽量留下活口 师兄收到消息了吧 白莲叫的人开始行动了 让他们闹呗 公司那边已经和我通过电话了 这边的事情 已经全权交给牧尘峰负责 让那小子头疼去吧 雷姬牧这么珍贵 还是给我的受理 要是真让他们抢走了 师弟我心里头可越的慌 人一时越想越亏 退一步越来越气 师兄 你跟我一起下山 师弟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把这性子给沉下来 都一百岁的人了 这些事情让孩子们去做吧 我们啊 还是退居幕后 主持大局就好了 农药联盟史诗匹夫两个 此话当真 师弟 我读书少 你可不能骗我 实施皮肤三个 实地心情念念着孩子们的孝心 做师兄的怎么能坐实不管 走走走 我们赶紧下山 不说好了啊 三个实施皮肤 我们回山的时候就给我买 你敢耍赖 师兄我就敢翻脸 师兄这些年翻的脸还少了 君一派两大高手都下山了 穆尘锋被狐猎他们支开 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 正一派的高手也去支援雷金木那边了 现在正一派实力空虚 没有人能拦得住我得到白莲配 李思思你在计谋这一块 你看摩托车都赶不上我 不然怎么我是白莲教的教主 而你只是个花瓶圣女 你们快派人来支援 快到正一派了 他们就要出什么了 已经在支援你们的路上了 你们一定要稳住 白莲教看 你们想往哪儿去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了 会长 对方有宗师高手 你们快来啊 来人通通报信 现在你们还来得及吗 小会长 雷金木是我们的了 抓紧时间 联系火车 把雷金木运走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白莲教被木舟带成什么样了 我什么时候允许你们这样做了 圣女 你叛教了 我从未叛教 真正背叛的人是木舟 我们已经到了 他们还没得手 好 我把病毒杀给你们 你们来做清洁工作 老东西 开快点 他们已经对师弟我的手里出手了 不是师兄不想快 是电离线速三十五公里 我想快也快不起来啊 师弟啊 师兄我可得劝劝你 与其无法改变现状 再着急也不如接受现状 慢慢的来 公司的人感到吧 连圈子里的两位态斗也过来了 这一次恐怕要栽 所有人分散跑 能跑一个算一个 队长 我没心赶到指定位置 对方还没得手 好 我马上到 你负责控制住局面 把白莲教的人都带回公司 一个都不准放跑了 跑一个 我扣你将冀 师傅和师傅都下山了 我担心会出什么乱的 咱们这是正一派 谁这么大胆子敢闹事 你不是正一派的人 你是 闭嘴 这一次就没人能拦住我了 这一派数千年积累的宝贝还真不少 不过现在是末法时代 能起到用处的并不多 这东西的年头在五百年以上 不过假货一个 这个五雷令还算不错 当年被那个蠢货遗失后 今天终于到我手里了 这就是白莲教的法器吧 叫什么名字 白莲佩 木尘锋 你不应该是在另一边 怎么会在这里 你把所有人都当傻子 事实证明你才是最蠢的那个 你是自己跟我走 还是我把你打废了 再把你带走 我自认为已经布置的天衣无缝了 没想到还是被你识破了 而这些邪教太容易自以为是 总是看清公司的力量 说来也是 公司不管从明道还是暗道 都有切入点 让你们查到些蛛丝马迹 也很正常 不过你认为这就能剩我 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不是的 神通的威力你根本想象不到 白莲教秘法 激活白莲配中的雷电之力 即便你再强 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这件法器算还行 有中上水平 不过用的人水平有限 发挥不出太大威力 你怎么可能接下这一拳 雷电之力 你的身体没理由能扛得住 除非 你是宁气静 现在才发现 会不会太晚了 留下白莲配 你跟我回公司 我可以让你少受些苦头 怪不得公司只派你一个人过来坐镇 我起初以为是公司大义了 原来我才是那个小丑 那又如何 我以惊血催动 即便你是宁气静 也不是我对手 你修为本就不足 还以惊血催动法器 伤了根基 你这辈子 都没有可能再进一步 只能我能去那个地方 即一如凡掌 你雷电神通 作为前往昆仑的钥匙 这是你家圣女已经说清楚了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现在李思思已经和公司合作 为白莲教找到了一条最合适的生存军 李思思这个叛徒 这叫识时误者为俊杰 你太执着了 太偏激了 道过从不相为谋 本想借你的手杀了李思思 是我小瞧你们了 我们不会有气 李思思的对手 只有先脱身了再做打算 被牧周强行催动 这件法器参与的灵力已经不多了 牧周倒也知道取舍 不过身在正一派 想逃出去可没这么容易 四四姐 我们不去帮忙吗 雨林妹妹 姐姐今天就教你第一课 有些时候不需要我们亲自去做事 交给下面的人就行了 他们都是公司的清洁工 这本来就是清洁工的本职工作 你看这二位前辈 不也没动吗 我也是公司的清洁工 如果不去帮忙 我心里总有些故意不去 你个傻姑娘 什么时候被你少爷卖了都还在数钱 你和他们不一样 可是我不知道哪里不一样了 就凭你和牧尘锋的关系 你在公司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根据牧尘锋的实力 还有他和吴家的关系 以后进入公司的高层 不算什么难事 到时候你是牧尘锋身边的小跟班 而我就是他的小秘 这样一想 是不是发现完全不用我们亲自来做 四四姐 好像是这个道理 小妹妹慢慢来 不管能学的还是不能学的 姐姐都慢慢教你 来连叫圣女和公司合作 也不知道小女玩打的什么主意 这 管她什么主意 让公司自个儿偷腾去 嗯 不过公司的动作还挺快 没让咱的受理 落到这些邪教手里 师兄 当年给你打电话的人 好像就是李思思吧 嗯 我听得出她的声音 师弟 你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不出手 反而打听一个女孩子干什么 别忘了 你都一百岁了 我可是高手 高手 不是压轴出场 哦 有宗师小王娃要突围了 事情越来越麻烦了 我们年少冲出去 其他人怎么办 四季实力不济 被公司抓了也胜活该 走 两个宗师突破包围圈 两个宗师突破包围圈 其他人全部经理 二队行动 把口袋收紧 四四姐 其实我有一点不明白 严格来说你们也是同门 为什么你会出卖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牧州的人 你跟我走吧 我能让你吃饱穿暖 可是我爸爸妈妈睡着了 我走了 他们看不到我会很着急 他们都死了 不会醒过来了 我不走 我要等爸爸妈妈醒过来 他们都死了 你这辈子再也听不到他们了 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 再也不能抱你了 现实虽然残忍 但是它就是这样真实的 像一把刀子扎在你身上 跟我走吧 做白莲教的圣女 白莲教会帮你调查 是谁杀了你父母 更会帮你报仇 木舟善于利用人心 小妹妹 你在这里待着 有那二位太斗在 不会出什么大乱子 我去正一派看看 是木舟 木舟 你还想逃到哪儿去 你死死 给他透露了这么多消息 木舟也能把事情办成 白莲教一群乌合之众 不能成事 不过我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 你好 你好 哥哥 请问中一派遇到了什么事情吗 感觉气氛和往年不一样 你是 我是中原刘家过来的 给玄灵道人喝瘦 小哥哥挺帅 我们加个米信号呗 我是公司的木舟风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你先跟我一起走 等事情处理好了 你再自... 小哥哥这么厉害 那么年轻都已经是公司的清洁工 不像我 我想进公司也不敢 我是公司的实习生 不是清洁工 小哥哥 我上山的时候看到 有个浑身是血的男的 和一个很漂亮的姐姐 在那边林子里碰到的 我因为有点害怕 就没敢过去瞧瞧 带路 当年你派人杀我父母 有没有想过有荆体 白莲教行事 只看结果不管过程 教主看上你 你就注定会成为白莲教的圣女 如果不是你们 我可能像普通女孩子那样上学工作 谈一段恋爱后结婚 虽然平淡了些 但是更真实 逢年过节 带着老公孩子回家看看我爸妈 但是 这一切都被你们毁了 如果不是我们 怎么会有你的今日 和沐尘峰硬拼一剂 让我身受重伤 现在不能再继续纠缠下去了 告诉你一个秘密 当年教主潜入正一派 是我告的秘密 教主养了你这么多年 你怎么敢有叛教之心 我十八岁就被教主占人 这些年的凌辱 我恨白莲教 我恨 这套九环针 还是当年你送给我的 我现在要用你送的飞针杀了你 你就没什么想说的 我只恨没能早杀了你 只是可惜和那个人的合作 白莲教还是没能在我手里重新定胜 我恨啊 教主在公司被废了本事 又得了重病 你先去黄泉路上等着 过几年 他就下来本地了 李思思 除非必要 公司严禁私下用刑 我现在还不算公司正式员工 你把事件报给卢总 一切惩罚我干着 李思思 你这样搞让我很难办 难办 那就别办了呗 跟着规矩来 给卢总报上去 就说白莲教代教主 穆舟拼死反趟 被我当场杀了 这 别怕上层什么反应 你只管上报就行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负责 穆少这么干 思思心里很感动 要我怎么感谢你 要不 今晚咱们去喝两杯 这样的事情 我不希望发生第二次 白莲教想在西南发展下去 必须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这是底线 怪不得不领情 原来又骗到了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你家小帆怎么办 还有雨林妹妹怎么办 我又怎么办 你真是个花心小男人 我们路上碰了 我和她没关系 姐姐 别这样说 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穆州死前 说了什么有用的情报吗 说了 这次她胆子这么大 是因为和一个人合作了 不过具体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 目前正义派事件已经处理 白莲教相关人员 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哼 这群邪教崽子越来越过分了 公司调集清洁工 把白莲教灭了 大家别忘了 公司成立的初衷是什么 根据西南分公司的调查 这次事件的背后 有A小队的影子 不可能 A小队是公司的前身 但是 他们在上次的任务中 小队全员已经牺牲 卢总你说有A小队的影子 是英曹地府的鬼魂出来了 通过天网调查 八年前 穆州曾和这个人有过接触 这个标志 诸位老员工应该都很熟悉 A小队的任务 是暗中抵御猎杀国外的敌人 就算还有幸存者 也应该回到公司报到 所以我请求得到相关权限 调查A小队十年前的任务 该任务为公司3S级机密 西南分公司请求驳回 并授权西南分公司A级权限 调查A小队相关资料 把A小队遗留人员带回总公司 生死无论 近几年不少公司和宗门家族高层被暗杀 公司动用资源 对外宣称只是意外生亡 难道和A小队有什么联系 吴总 白莲教的事情还没说清楚 你就想走 白莲教圣女 已经和西南分公司合作 我承诺 只要白莲教不出西南片区 公司就给他生存空间 你们不服气的可以来西南公司找我喝茶 顾承锋 事情交接清楚后 去胡家调查胡杰 胡杰 他是什么来头 我听说过他 他不是十年前突然失踪了吗 你很了解胡杰 了解的不是很多 只能说百年难得一出的天才 听说跟着他一起失踪的 还有胡家的仙家 干脆你去见胡三太奶 找到了那位仙家 肯定知道胡杰的下落 雨林 你也要开学了 你和大部队一起回公司 接下来的事 李思思和我一起处理 你对胡杰这么了解 肯定也知道胡家在哪儿吧 拜托木少 我这种邪教头子 怎么敢招惹那些大家族 木哥 我知道胡家在哪儿 小时候我去过 那正巧 你带路我们一起去 灰爷爷 您也很想接歌吧 胡家坐舱三百多年 小节子是我唯一瞧得上的后背 可惜了 木尘锋去胡三太奶那儿查你 太奶奶能找到你吗 那日过后 我已经脱离胡家 除非我主动现身 太奶找不到我 木尘好 木尘好 木尘 老爷知道您要来 已经派我来接您了 他反应倒是挺快 有公司内部消息 这不是我能打听的了 请上车 那几个人什么来头 胡家的专属车来接 不知道 可能是燕北来的小少爷吧 胡家在燕北也有靠山 几个小少爷 哪里有这么大的面子 我们先上车吧 看看胡家给我搞这么大阵仗 接下来还要演一出什么好戏 哎哟喂 胡家主 您怎么亲自过来了 木尘突击检查胡家 我自然要在 免得某人给胡家 故意加上某些名头 公司那边不好解释 我亲自来 也是为了防着有人捣乱 公社堂口 是公司允许的 这里不会有什么问题 怎么没有问题 到处都是问题 乡堂有明火 根据消防安全 你们没有设置灭火器 也没有设置逃生通道 万一发生火灾 后果不堪设计 胡家主 你们这样搞 我很难给公司交差啊 木尘 真是没毛病也挑毛病 乡堂里都有仙价作证 怎么会起火灾 我们马上整改 木尘封 你少拿鸡毛当力剑 胡家只是给公司面子 从来都不是怕你 把我扔虎了 我第一个收拾你 胡家 这就是胡家的态度 宗家负责人 木少不要放在心上 我看胡镇故意安排的 要木少难堪 不过这下好玩了 小孩子胡闹吧 大人怎么会放在心上 你敢看不起我 请大爷上身 胡家主 如果你想和我过两招 你可以请堂口上的那位试试 请先上身 从未有过被人一巴掌扇走的先例 你用了什么手段 你想学啊 我教你啊 你们先下去 我和木少有几句话要谈 你们也去等我一下吧 你来胡家 不应该只是为了出口气吧 一开始只是为了出口气 后来上头给我个命令 让我来调查胡杰 小杰已经失踪十年了 连随他走的仙家也跟着失踪 有什么好调查的 你有公司高层的门路 你可以问问他们 十五年前 大年三十下午 小杰接了个电话就离开家了 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深夜 爸 我有事要出趟远门 明儿给堂口贡香 还有祭奠祖宗 我会缺席 大过年的 什么事这么着急 对不起 我不能说 但是爸你相信我 我绝不会做违背良心 背叛祖国的事情 还没吃饭呢吧 再急吃点东西再走啊 不了 一会儿在路上吃 从那天过后 小杰再回来就是十年前 他交给我一个盒子 说等几年后 有人调查他的时候 再交出来 我记得公司成立在十年前 以前公司就没有来调查过 虽然我不喜欢你 但是 你是这些年唯一一个 来调查小杰的 所以你拿走吧 唉 我有时候都还在想 他会不会侮辱几途了 我可以告诉你 胡杰当年加入了A小队 在暗中保护龙国 从日记本里的内容看 当年A小队 干了很多了不得的事情 环灭樱花国的阴阳师 赶走英国的信道者 日记本里记载着 恢复灵脉和昆仑有关 真不愧是我的种 没给咱丢脸 看来当年胡杰失踪的原因 就在最后缺失的内容里 小杰送回来后 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我信你 东西已经拿到 就不打扰了 你先别急着走 胡三太奶想见见你 死老头越来越过分了 不准我离开家里一步 你知道他最过分的是什么吗 不准我联系牧尘峰 连手机都给我收了 成叔你说 这还是人干的事 家主有他的安排 小姐可以多体谅一下 哼 我体谅他 谁体谅我 对了 王家那边怎么样了 王家的股份 已经降了一半 相信这次 他们能吃到教训了 活该 继续打压 不把他们搞破产 也要让他们想到我就害怕 等从公司传来消息 沐尘峰去胡家调查胡杰了 当年A小队的真相 会不会被他查出来 如果是他的话 应该瞒不住 想办法从侧面给他线索吧 当年吴家 也是参与者之一 牵扯太广了 小姐 我担心 其他方面的阻力会很大 唉 为了我家小男人 那群老东西 我懒得给他们面子 如果他们敢来返我 我也不介意 手上再沾点血 我说胡家主 胡三太奶也不认识我 见我干啥 太奶见你 自然有她老人家的深意 我作为晚辈 也不会过多揣摩 唉 前面就是了 你自己去吧 传说胡三太奶 是盘古开天辟地后 屠山胡氏家族的女儿 九尾白胡 我看你也没有九条尾巴 末法时代 能维系真身 已经不容易 法相早已消散 不知道多少年 后生 古灵这么年轻 就已经踏入宁气 你是数百年来 我见过最有可能 做成那事的人 听你的意思 以前还有人 你瞧得上瘾 如果你看我就 为了说这些 我们可以不用浪费时间 当年小杰那孩子 无论天赋还是星星 都让我十分满意 所以我让胡辉 跟在他身边 这孩子争气 从小立志 要恢复灵脉 你这是什么意思 十年前 小杰回来我见过 他说要去昆仑 执行一个机密任务 后来 他和胡辉 一起失踪了 我想见你的目的 也很简单 互想这么好的 一个苗子毁了 灵力中蕴含灵魂之力 只要你想 范围内的魂魄 都在你攻击范围 老狐狸 你想要我命 你去胡家调查小杰 我知道你迟早 也会去昆仑 如果连老身 这一关也过 你去昆仑 你也是个死 小狐狸 你擅自对我做这些 让我发火了后 承受得住 后尚 你杀不了我 虽然是兽类修成精灵 最大的弱力 你不会不知道吧 你这条小雷蛇 还奈何不得老身 是 千年雷击木做成的法器 你的灵魂比光谷还要久远 你究竟是谁 这样的桃木剑 你猜猜我有几把 我刚才躲避你的攻击 只是想观察你的法门如何运转 如果我想 纯粹可以用力量给压你 眉心就是你灵力运转之处 如果我一键刺下去 你再猜猜会发生什么 你不要乱来 你杀了我 整个胡甲都不会放过你 金色公司也不会饶你 你不想知道 当年小杰去昆仑做什么任务吗 你杀了我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谁先乱来的 我想和你讲道理 你想和我玩拳头 我想和你动拳头 你又想和我讲道理 你见不见 不杀你 我只是想知道 当年发生了什么 你敢骗我 后果你承担不起 你这样的精灵 曾经杀了 当年樱花国忍者 和阴阳师入侵龙国 想去昆仑找个东西 听你的说法 A小队应该是汇聚了 龙国最精锐的人员 不可能全灭在 樱花国人手里 在昆仑最恐怖的不是人 而是那里的混账 要是连老身的手段 都对付不了 去了昆仑 也是送死 那我问你 恢复天下灵脉 也是在昆仑 不全是 当年张天师 用了什么手段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你只有去了昆仑 才会知道 行 我知道了 给你的子子孙孙 打个招呼 遇到我机灵人 再有下次 不会是 这个月的分红 照例转给穆家 和吴家的订单 你多上点心 什么 这种事情还要我教你 王家的市场不留余地 能抢多少是多少 是郑总吧 兄弟有事找你 保护郑总 什么搞的东西 别烦小爷 郑总 现在能谈谈了吗 在这里影响不好 我们换个地方谈 郑总好魄力 那我也坐一回 您的豪车了 郑总就不怕 我是坏人 你是圈里人 想对我一个 普通人做什么 我有反抗的能力 不愧是吴小姐 特地要我关照的人 吴小姐 让我给你带句话 如果你信她 就跟我一起去烟北 由我全城 保护你的安全 她就没再说 其他的话了 胡小姐 这种上策人士 能让咱有活 去养家湖口 就很不错了 我就只管拿钱办事 其他的一概不管 不过 我也打听了一下 听说和沐称锋有关 给我两天时间 交接工作 两天后 你在正式集团楼下等我 我去 这些有钱人就是扣啊 当还没买就跑了 牧少 二位小姐 这是胡家的家族产业 一切都已经打点好了 有什么需要 直接呼叫前台 我给胡家找不自在 胡家主还这么招待我 住得我有点不放心呀 三位请把行李交给我 我会送到各自的房间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你先送到我房间里吧 你是谁 往我行李箱里塞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 抓住了 就什么都清楚了 在我的常识里 都是小偷偷行李箱里的东西 怎么还有人往别人 行李箱里塞东西呢 居然是一部老师手机 真是奇怪 嗯 这是杰哥的手机 杰哥 你认识他 我很怀疑你接触我的目的 你最好把你知道的都和我说 不然我要把你带回公司 接受调查 以前刘家和胡家关系很不错 杰哥很喜欢带着我一起玩 行 我知道了 手机是胡杰的 里面肯定有A小队成员的信息 A小队这么神秘 保密性应该更高 十年前的保密性 哪能和现在比 有了 张鑫 夏青 古乐游 程秋红 我一会儿把名单发给公司 让公司先查查 就是最后这个小不点是谁 胡杰最后一通电话 就是打给这个小不点的 小不点就是小不点啊 程爷 手机已经送到沐尘峰手里了 不过我发现 还有其他的人盯上了他们 要不要我派人支援 咱合作了这么久 价格方面可以事后再谈 你的任务 只是把手机送过去 其他的不用管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那女人身反滑溜得很 跟丢了 对方有心算无心 追不上就追不上 小心 把手机和小姑娘都抢走 外面都是咱们的人 给我上 李思思 护着刘真 我去抓紧的舌头 尘峰已经引出 二队可以行动了 说 谁派你们来的 如果你继续调查 下一次 就是你的家人 都什么时代了 还有人培养死士 幕后那人真是个古板家 看来真正的目标 并不是我 小妹妹别怕 慕尘峰虽然性子有点怪 但人还是不错的 不管你有什么秘密 可以试着相信他 他真的可以信任吗 其实我知道 有什么一会儿再说 还有人 大意了